金色座椅 非常的洋气 自从改成金色之后成绩确实好 成绩应该是六场 主场六场各项赛事不败 刷了金色之后球队不输球了 对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我们这个中超转播方 他给出每名球员拿到的黄牌的数量 无论是刚刚的中国国外 还是现在广州福利 清一色的首华名单 每个人身上不带张黄牌 你都不好意思上场 是 主要是数起来 离着电视远的有点困难 这边的话 替补阵容有一个小小的情况 对 之前孙老师也发现了 这个北京国安今天呢 只带了六个替补 问了问在前方的同行 据说是因为伤病太严重了 确实没人可用 但是原来的理解呢 就是说即使在山 我带几个年轻球员过来 把这空补上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情况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 就是说从北京飞去广州的中和国安的队员 一共也就17个 是 报上的话应该是也不碍事 反正踢得了踢不了 有这么一个资格 不用也就浪费 没错 今天中国国安这边的安排挺奇怪的 没场比赛只能换三个人 所以带了六个 激发你的冠军实力 海菲斯邀您共赏中超联赛 这两人球队门将也很有意思 分别代表着北京和广州 但是他们的家乡正好反过来 这边的裁判的一声哨响 PV体育为您带来的 一期赛季中超联赛 第25轮广州福利 中场对上中和国安 北京中和国安的上半场比赛 是正式开始 上半场当中的广州福利 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而客队北京中和国安 是从右向左攻 本场比赛的中文解说 由孙立老师和我梁湘宇 为大家带来 比赛开始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焦点的镜头 还是赶紧给大家来说一说 两人球队今天的一个首发阵容 我们先来看看主队 广州福利这边门将位置 是1号程越磊 后方线上的三后卫 35号李提香 18号一腾 和36号的黄正宇 大家都知道 斯里科维奇还是比较惯用 一个三后卫 三中卫的一个战术 在中场方面的话 我们今天要看一看 具体是一个四中场 还是五中场 这可能取决于卢林 他的一个战位 是不是足够靠前 左右两个边 意味11号江志鹏 跟20号唐苗 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 在中间方面的4号张弓 32号陈志昭 应该是出现在中路 而在攻击线上 23号卢林 7号扎哈维 以及9号吉安努 是联美出场 具体也是要看一看 福利在攻防的时候 他们的阵型 如何去进行变化 开始之后 感觉大家抢的 还是比较的凶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客队 北京中贺公安的首发 门将位置是22号杨志 后防线上的后卫 从左到右 包括了4号李磊 30号雷腾龙 31号赵和静 以及28号的江涛 那么在中场方面的话 居中是21号奥古斯托 跟5号拉尔夫 双外援组合 而两个边落 分别是10号张希哲 和宋伯轩 两位队员 而在封线当中 9号索雷亚诺 来搭档15号朱朝庆 朱朝庆的上场 主要还是由于巴顿的受伤 所以说施米特在U23年龄段 队员还是做出了一个更换 比赛开始之后 可以看到客场作战的北京公安 还是努力地想去把球权控制住 所以老师刚才说 两支球队控球率都不低 尤其是广州福利这一边 所以说谁能够这场比赛 把节奏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可能会踢得更舒服一点 开场之后 看了看两支球队 在场上的实际站位 广州福利今天三中位的搭档 还是让李提香去打一个 居左的中位 一腾站在中间 黄振宇打到右边 李提香这也是北京国安的老人了 离开北京国安之后 先去了石家庄永昌 后来来到广州福利 这个赛系打的比赛是挺多的 在他们左和右分别是 11号江志鹏和20号唐淼 这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五后位 双后腰的搭档 今天32号陈志昭居左 张公4号居右 张公主要是负责防守 那么在前面的三叉戟 是23号卢林 7号扎哈维和9号坚弩 坚弩的位置是打到一个正统的中锋 让卢林居右 顶替雷纳迪尼奥的位置 其实我们发现 福利阵中的好多队员 他们在场上 尤其是在主帅 是斯多伊科维奇的情况之下 位置极为的灵活 没错 之前也尝试让卢林去打到 所谓的中锋的位置 甲9号经常会往回拉 甚至拉回到中圈附近去拿球 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福利 他由于阵型的灵活 这个赛季 他们的比赛都比较的好看 再加上前面摆着一个 极为高效的扎哈维 只要最后几轮 高拉特同学 不要状态爆棚 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 应该是扎哈维 两个人是差了五个球 国安这边的话 逐渐是把自己的阵型 有一个前压 但是福利从后场向前 想直传 找进攻队员 还是被破坏掉 北京国安呢 今天排出的实际站位 除了门将杨志之外 后防线上从左之右 分别是4号李磊 31号赵和静 30号雷腾龙 和28号江涛 今天赵和静是顶替 四皇庭赛的于阳 出现在了居左的中位的位置上 主要还是负责保护 中场的双后腰 是五号拉尔夫 达21号古斯托 在他身前 其实今天打前腰的是宋伯轩 宋伯轩的位置 可能会稍微靠中间一点 刚才拿球被断掉 这个呢 有点像当时 打天津全剑的时候 也是尝试让宋伯轩 去打一个前腰的位置 攻击性前腰 对 实际上也是解放 他的防守的任务 张希哲还是更偏左一点 右边是15号猪超级了 顶在前面的单线头 9号锁利亚动 这将于是对 顺利特长比赛 是对于宋伯轩 他的一个个人位置的 一个微调 对 来实现一种新的战术 第一位 球队的左边后卫 这一次后场的防守的话 还是比较成功 但是向前的输送球的话 落点不是很清楚 这是国安的阵地进攻 直接选择场上 这球给漏过来了 推射 打门 看球员的表情 边才应该是举棋了 先越位了 但是这个球我想 无论跃位与否 复利在禁区之内的防守队员 出现了一个略显业余的 对球高度判断不足的情况 这一下 当然镜头应该 对再往前一点 才应该是停下来的那一针 宋伯轩我估计进完球之后 已经想好生日的庆祝动作 处女座的宋伯轩 处女座宋伯轩 包括受伤的巴顿 都是今天生日 要进球的话 我们得就是说一下 宋伯轩生日快乐 刚才算进了半个 因为这个是不是越位 慢动作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定格的一瞬间 正准备做清楚动作 你给我拦下来 看来今天考场作战的 国安对于这场比赛 获胜的欲望还是挺强的 张宁哲这边是向左边看 向右船 自己的头部还有一个假动作 要给到左边 拉到左边去拿球的朱超庆 又是一个越位 今天比赛开始之后 属于福利这半场的编才 格外的抢劲 刚才那两次 其实都得提醒李提香 因为今天他在的这个位置 恐怕会受到比前几场 更多的冲击 之前他打到后腰的时候 功能顶替的是上个赛季的汪松 因为李提香的长传能力不错 正好又是左脚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会送出很多的长寸 而现在拉回到中后卫的位置 可能他适应起来会比较难 本来就不是说特别喜欢身体对抗的这么一个球员 踢球是比较聪明的类型 中后卫的位置上的球员 你涉及到你是球队的最后 除了门将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你的每一次决策安全性需要足够 这个传球传的 陈月磊判断的也不是很清楚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国安的进攻次数已经比较多了 但是以进攻擅长的广州福利 很明显球不在他们的脚下 无处施展自己的技能 斯多伊克维奇在赛前所说的 不同理念之间的碰撞就是在这 因为广州福利是要从后场一直控到前场的 但是北京国安在前场的反抢会比福利要凶得多 这也是史密特上任之后给球队做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前场大家都放心大胆地去抢 如果谁没有出现在你的后边 当你抢上去没抢下来 具体你补漏的话 这是后头的人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团队足球 平时先把体能练好 先把足球比赛的积极性给保证 没错 刚才这墙也是一环接着一环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站位 国安的站位感觉宋柏轩又回到了右边 朱朝庆又踢到了一个类似于攻击性前腰的位置 当然之前朱朝庆也拉到过左边 可能中央公安这边今天的首发前场的站位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这下连续的过人 唐淼向左送出的传球给了一个提前量 落点还是比较的不错 中路吉安努在等着包抄 刚刚这一次是左右两个边一位之间的呼应 唐淼和江志鹏两个人 江志鹏刚才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到三角船回来 月球山体育场是我印象当中 李中超赛场里面转播机位比较靠上的一座球场 看这座球场转播机位的球的时候 经常有种看英超的感觉 因为摄像机极高 俯视往下 这个视角其实对于球迷来说也特别方便 你去看一看球员在场上的站位 是 本身就是挖身而建 看台特别陡 虽然能容纳的球迷不太多一万八 但是基本就算是一个专业的足球场 没错 直接选择涮门尝试 并没有命中到门框范围之内 这场比赛的主台办是江苏这边的马宁 江苏鹏 广州复利的队长 也是裹脚的左边后尾 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的竞争位置 北京国安的左后尾 李磊也是可以入选到国家队了 对 未来的可能几年当中 这两个人在国字号的球队当中 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 看这大全景镜头 除了两个门将之外 所有人都被包进来了 向下扣得特别狠 又是长传转移 这次是张宫的转移 这个落点稍稍靠前了一点 现在面对北京国安 不停地向上逼抢的时候 广州复利的打法 只能是通过 把整个的队形拉开 尽量地占据空间 然后长传转移的方式 来防止丢掉球权 在防守的时候 富利这边整个五个后卫的站位 还是比较的明确 只是这样显起来 中路的张宫跟三十二 跟陈志钊这边的话 略微的有点单薄 跟孤单 两个人的 对两个人的体能要求 是极为高的 是 不停地左右的跑动 这就是找索利亚诺 前地并没有传好 看一看富利的反击 国安队员手上是有个拉拽动作 但球并没有拉下来 江志鹏 江志鹏跟扎哈维两个人 是出现在一个边路 也是想利用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呼应 把富利左边路的进攻给打活了 而对比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北京国安这边 出现在左路的张西哲 回撤的次数还是挺多的 对 他需要经常回来 帮助两个后腰拿一拿球 向前推进 这是国安右边路的进攻 宋某轩将球回坐一下 奥克斯托再把球给到右路 这次低传效果好像还不错 好球 前场就地把球给抢下来 还在过人 还过 还有吗 撤了了攻防的犯规 奥克斯托 我们说也是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巴西的国家队 刚才这次进攻就能看出来 连行李提到 就是在防守的时候 后腰的位置上 广州富利是存在问题的 像奥克斯托刚才这么斜次里的 往进区里杀 他一路得经过多少人的防守区域 这些人当中谁决定跟或者不跟 但凡出现一点失误 就会有空间 所以刚才跟到最后的是黄振宇 其实也是属于在他的这个位置上 没有人敢轻易离开自己的位置上 把自己变成这个盯人的防守队员 这就是现在在斯多伊科维奇的这个体系之下 所有人善区域战的 但是北京国安就不太一样 在防守的时候 我们经常能看到 你看现在赵和静 他已经完全离开自己的位置了 就是要不停的补位去抢 赵和静离开自己的位置 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吉安努 他心当中这个大中锋你拉船 那你出来我就跟着你出来 他会跟着你走 不会说只是留在自己的区域 每个人负责一片 毕竟斯多伊科维奇还是一个进攻手出身 所以他可能会把整个的 球队的战术的注意力放在进攻端 防守终归是要稍微操一点 另外一点 刚刚奥克斯多那次连续的摆脱 也凸显出当乌索这名队员 不能够出场的时候 复利他中路的防守强度 队人能力毕竟还是永定的差距 没错 唐淼右边落 这个球起来了 看一看落点 第一点关队员将球顶出 但禁区外依然是复利队员控球 裁判挡了一下 直接打门 被杨志没收 这一次 其实双方在落入正继进攻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巧的地方 就对于禁区外这一点的拼抢 都非常的积极 两人球队今天在自己进攻的时候 禁区外这一点基本上都拿住了 这对于防守那一方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复利这边对于张锡哲的拼抢还是比较的凶 但是扑了一个空 这也是索利亚诺的回撤拿球 索利亚诺 这球给的稍微有点短 有没有越位呢 下半并没有享受 刚才朱肇静毕竟是第一次打首发 不会那么勇敢 其实刚才他拿球的位置已经不错了 如果能转身直接往几局方向走 就能形成威胁 但是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最稳妥的回船 之前巴顿一直打首发 之所以能够站住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他不同的是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拿球 一定会转身向前攻 表现出这个态度是不一样 这是复利的机会 前场的一次四打四 转移球可能速度一定要快一点 再给到中路 转的还可以 想反跑 杨志出击 刚刚有手转弓的时候 复利队员前几次的处理球还算不错 朱肇静的一个犯规 其实孙老师刚刚也说了 年轻队员他在 因为获得这样的机会上场之后 可能很多时候想的都是一个安全球 不想犯错 因为他觉得犯错的话 自己作为一个小球员 非常拖累几位前辈 在场上你们这么辛苦 跟我一块踢 我就能安全 尽量让球在我这不出问题 而事实上 我们过往去发现 凡是能够踢出来的年轻队员 他们在场上的这种冒险精神 一定是特别大 特别足的 尤其是在进攻端 进攻端的年轻拳必须得展示出那种 我是来更新换代的 我是来把你们这些前浪都拍死在岸上的 得表现出这种气势 让人记住你 如果说放在过去的国安 说球队当中有邵嘉一 有周庭 这些老同志们还会骂一骂 徐云龙 你有点害怕 这还有情客源 确实挺可怕的 现在整个北京国安 就说这批老队员 性格都相对比较温和 所以也有这个机会 能让进攻手 大家放开了玩 其实从卓晓庆来说 就大胆的往前冲 在场上唯一能够对你说谈到此的人 离你最远 杨志 他离太远了 喊两句你还听不清 其实回想这个赛季 巴顿之所以能够踢出来 就是他在前场这种冲击力 令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弗里的阵型开始逼上来了 两支善于控球的球队 这种传接球的时候 在中超联赛的确很艺术 又是个人的连续盘带 身后侧后防的一个产球 但马林这边认为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从卓晓是倒在场地之中 如果等一下有更近一点近衡的慢动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李提香缠倒了宋伯萱 这个球 这个球还真是 先把球 蹭了一下球之后 从孙伯萱两腿当中给绊倒了 李提香原来在北京国安所培养的方向 也不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 他其实还是在中场能控一控 向前去传球的这么一个类型 但是现在的角色 需要他承担更多的防守任务 刚才这下就能看出上得特别鲁 特别猛 就是没有说我即使这个犯规 我能给对方的队员和我自己去做一个保护 完全是没有管这些 确实不是防守上的专长 作为李提香来说 他在场上的任务 就是执行主教练的一个战术思路 主教练告诉你这场你的定位 你该下脚的就得下脚 没错 史密特 史密特不太理解 就是面对这样的犯规 第一是你怎么能这么去做动作 第二是为什么马尼没有享受 宋伯萱今天过生日应该是28岁 89年的球员 其实想想曾经的小将宋伯萱 今年都已经28了 因为过往我们当这个名字 一开始映入我们眼帘的时候 都是跟这冯仁亮一块并着一块出来的 两个人原来都是天津火车头 宋伯萱后来就上海生花 两个人都在上海生花踢 当时宋伯萱还在打右边后卫 在生花算是大方一彩 这两个人 打着打着发现小伙进攻能力好强 往前走吧 越踢越靠近 奥斯托 北京关的进攻双合 奥斯托跟张锡哲 两个人之间刚刚并没有进行传递 这是张锡哲 这球给的还想法特别的不错 三名福利的方法队员在一起才勉强把这个球给 是 线路给封住 看刚才一丢球之后 北京关这几个球员 马上这个小绿圈就往中间凑上去了 张锡哲 强行的船中为自己的球队赢得了一次角球 尤其是上半场这可能对于广州福利是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 因为体能对于北京关又是最好的时候 新天又是最足的时候 说要是像平时一样把这球慢慢的空过半场到进攻端 现在看起来这20分钟很难 这20分钟的比赛 福利这边打的更多的是一些机会球 先看看这个角球 谁都没有抢着 球权给到福利这边 这也体现出两支球队 我们赛前说的两队的风格的不一样 但是中华国安这边一定要想清楚 福利看上去略显散漫 靠所谓的人数防守堆积在后面摆好阵型防 但是他们前场有天赋的队员太多了 一个反击打到张哈维跟吉安努 包括卢林三个人做一点连线 可能一次很成熟的反击就打出来了 今天能瞄着的也就是国安的身后 就是说瞄着国安的身后 但今天阅位多的却是北京国安 两次阅位 传中这球给的球速是挺快的 这个球难道要直接往球门的方向去落了 不仅让我想到对称的在周中的欧冠的时候 切尔西的新的右边后卫赞帕克斯塔 对称过来一个位置直接一脚给 这球真的是 杨志手要不拖一下还真去进门里去了 反正一般这种球 持有八九 传球那个人脑子里想的是传中 如果要是往球门里进了 才后就是说是要射 硬着头皮也得庆祝一波 刚刚这个球杨志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 这场比赛开始之后杨志状态我们现在来看还是比较不错 一次出击破坏 然后福利之前还有个桥打门 加上刚刚这个球 但是客观来说 今年已经34岁的杨志 跟几年前 福安还一直能够在亚冠联赛前三四名位置排华的时候 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下降 这是一个现实 上一场比赛 最后4比4杨志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其实赛后 无论从媒体还是舆论都给他很大的压力 真是如果要细想说杨志从当时应该是05年到国安开始一步步打上比赛 其实在这支球队真的是元老级的人物 没错 不能说不允许有失误 有的时候还是得稍微宽容一点 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感觉杨志个人的这个状态还是能够体现出他作为一名老队员的这种成熟和有担当 是 直接传装 看一看第二点 赵亦定 自己犹豫了一下没有特别好的出球点 奥斯托这时也想复制一下远射 超远距离的调射 脚法并没有调整好 其实刚刚赵和静那一次不知道该传给谁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奥斯托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第一个 找人的点并没有找到 唐苗是真能咬牙 现在应该是伤还没有完全好 对 因为唐欣唐苗这对兄弟原先都是在北京国安的清训待过的 说年轻的时候 这个小的时候俩人天赋真的不算好 但是特别能吃苦 据说像唐苗 练泪到吐血过 就是这血从哪来是咬牙咬裂的还是伤了内脏 不好说 这一下 复利的机会 国安的阵型在急速的回缩 但复利的球打的其实很快 虽然说他们的点不多 真的就是啪啪啪三下 就需要找到有威胁的点 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安的李提香的旧相识 现在都不大认识李提香 说小伙子来复利现在真是 这几个赛季不见球 现在球风变这样了 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不是这么踢球了 这索雷亚诺的传递脚跟再磕一下 张希哲有点想当然 那个位置有队友的接应了 我们可以看看国安的这种前场的低强 哈维的个人实力已经很强了 他刚才是脚后跟一颗 算是半百多赵和静 但拉尔夫这边直接过来回收保护 想起上一场唐淼被穆比亚放倒之后 其实那会儿特别痛苦 对于上来诊断很长时间 最后决定给他打上绷带 接着提比赛 又打了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还是有点那么一拳一拐的 但是他努力地表现出来 不想让大家看出来那个状态 就是这种特别能拼的球员吧 有的时候是好事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很多的球员都是被这种强忍着踢的伤病 最后把这些成牙磨毁 过去一直强调的就是咬牙坚持 精神 精神 意志力 对 现在我们也该强调强调科学 主要还是得科学和人性化 首先人不是机器 就算是机器 还不能说这么硬顶着网 是 完前场 今天这防守 上半场开始到这段时间 真的不错 这张网很敢往前扑 而且扑起来的 现在看防守效率打得还挺好 刚刚那次摆脱的应该是吉安弩 扎尔维是在左边路 不过现在来看 如果富力长时间要打反击的话 先看 打马 这角射门 从我们这个角度 直到球出底线之前 他都很像是要进的样子 是 稍稍没有压住张机车 往前带的时候 发现眼前没有人 距离自己的张弓 大概还有六七个身位的距离 这球感觉陈月磊 应该是拿手套蹭了一下 对 张月磊很潇洒 这个球是拿自己的右膝膝盖 把球向前顿一下 调整一个节奏 就像狙击步枪瞄准一样 右边的角球再开起来 第一点是国安的队员抢到 但是并没有把球压住 李磊去抢了前点 李磊今天是他中超的白场 确实当时从海力风清训出身 挣脱出了 现在看来是挣脱出了一个不该呆的地方 一步步打出来 一直到现在成为一个国脚级别的编后位 而且他这种球员 我相信是任何教练都喜欢的 对 这种类型的编后位太喜欢了 去年还在挨骂 只会傻跑不会踢 今天发现又会跑又会踢了 还在掌球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广州福利的阵地进攻 让别的提到目前为止 福利的阵地进攻四处并不是特别多 这次背身并没有完全把球给护住 国安队这个强法 现在带的福利的节奏不得不提速 现在每个人拿球传球的节奏 都要比平时要快一点 这可能会让他们自己的队员不太适应 其实刚刚像这次张公的转移球 队友并没有接好 就是给张公的时间太短了 可能思路跟过去一样 但是就像突然放快动作似的 你得过去的二倍速的事情 再做一件事情 尤其可能对于像张公这样的球员来说 这个赛季本来来的广州福利 就是往上走了一个台阶 本来的节奏就比原来要提上去一阶 今天打北京馆还得再往上提一个台阶 这球给的是中路 两边都有空当 这是福利的一次机会 球竟然还没有丢 他怎么跑 直接一个反差 左脚打 球进了 他们的比赛开场第28分钟 并没有庆祝 并没有庆祝 陈志招 本来我们说非常有个性的一位队员 在广州福利 可以说这场比赛整体一直处在一个首饰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这就是反击 以及福利 他们进攻队员的一个天赋 没错 就是像刚才联想一所说的 进攻的时候 对于福利来说 现在就是打北京馆的身后正常反击的时间 陈志招 刚才说李磊 中超白场 其实陈志招今天也是中超白场 又是白场 又是面对老东家 北京馆 能在这个时候进球 对于他来说 真的是值得庆祝的 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场比赛 这个球第一下上响 直接这个非常略显的 鲁莽的一下 陈志招应该是江涛铲的 最后一直是赵和静在跟 赵和静在追 整个的防线 右边后卫江涛是完全没回来 雷腾总离开自己这个位置之后 也来不及再回去了 先来看一看国安这次前场的进攻 在丢球之后 球队该怎么去面对场上的一个形势 AO史密斯143周年创新精品 百年品质跨界创新 上马上比赛马上就是30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国安的队员 他们在进行这场课场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个局势自己会先丢球 因为我相信国安今天这个踢法 队员们是带着极度的自信 在场上课场这么去抢的 而且我们之前聊过一件事情跟孙老师 就是这两支球队对于亚冠的渴望程度 如果非要分出一个高低来说 谁可能会更高一点 我个人真的是感觉可能国安的队员会更高一些 富力给人的先看看这次 但是你要说要进亚冠肯定谁都想进 谁不想进亚冠 富力这支球队一直表现出的这种气质 有点接近于禁欲系 就是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 包括斯多维克维奇在 你看他在每次发布会的时候 伤病的情况他随口就说 想不想赢 富力是一支很潇洒的球队 对很潇洒 所以包括整个球队的人员配置 可能到下个赛季真的需要去打压惯 也有点不足 他这种潇洒球队有时候挺可怕的 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一般来说 50里的高手都得有这种潇洒的气质 而国安队员的话 我感觉在施密特接手之后 人人都变成了战士 大家都是战士 来看传中投球 就是扎哈维 扎哈维这场比赛获得的直接 直接能够考验杨志的机会不多 但是这一点露出来之后 要给国安的队员们提个醒 当扎哈维在禁区内 无论他以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出道批球的时候 请参考一下他前面24个进球 防守需要格外的注意 其实这个球 两名国安的防守队员 已经是把最好的位置让给扎哈维了 这有点不大应该 今天国安的双中卫搭档 还是让赵和静直接顶于杨去居左 让雷腾龙打到自己更喜欢的位置 雷腾龙是很喜欢上场的 雷腾有点少年老成的这个劲儿 所以喜欢帮雷腾龙去补补漏 今天赵和静其实也喜欢往上走 所以当两个人都喜欢往上走的时候 身后力空当有的时候漏的挺大的 我估计雷腾上场比赛庆祝的时候 也真没算清楚 太高兴了 没算清楚 反正落下口实了 这索利亚诺这一下应该是一次犯规 索利亚诺为国安这边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张公跟陈志昭两个中国的队员 一关门关完了 直接绊倒 最好还是张公跑过来 防守动作挺大的 这个距离的定位球位置上还算是不错 定位球打门力量比较足的队员的话 应该已经算是进入射程 索利亚诺来 越过人墙 能将不就脱手 再补 这球成岳磊立功了 而且先越位 虽然有越位 但是成岳磊刚才这次扑就挺吓人 这么近的距离 竟然能把球给扑出去 首先定位球的质量很高 越过人墙之后 这个下坠还是很明显的 这上去我们抛开越位 不说了 或者如此近距离 张绪哲的一脚打门 身体状态真好 这第二下 他是迎上去扑 而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身体施展开 扩大防守面积 他有一个很主动的去扑的动作 对 这只有在门将状态极好的时候 才敢这么去做 你看王大雷经常是这么干的 因为他实时状态都很好 他永远不是说平站在这儿 等你来打门 我再选择往哪儿扑 每次是你要打门你往前冲 我来扑球 我也是往前冲的 对 王大雷是一个自嗨型的门将 但是陈月磊其实是属于特别害羞的一个人 真是让他到场上把这个状态打出来的话 今天应该是比较保险 说了吗 这两个门将真的今天这场比赛呢 两个纪录片 北京人在广州 广州人在北京 这两个人其实之前都曾经在北京公安效力过 承下磊中间回过一段 但真是撼不动杨志的位置 也是 说问问侯孙吧 侯孙说我无所谓 我当替补那么多年了 包括张思鹏也是从北京公安离开 去到江苏 北京公安确实是给整个的中朝都提供了不少好门将 而且说起杨志的话 我们再回顾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足球里面 他在颠送期05年到10年这段时间 我觉得他在职业联赛里个人的实力 应该是真的是很靠近 你像侯孙这是八九届的 八九届另外一个门将苏博扬 当时给侯孙当提股 现在在贵州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球 又担当了 杨志出击跟上去第二脚 杨志今天的状态真不错 真不错 这两次出击 显示出了他对这场比赛 对对方进攻队员一个节奏的把控 还是受到擅长的刺激了 觉得真的是有影响 这场比赛可能杨志接下来的任务 还会越来越重 因为复令进攻又来了 先过一个第二个人的时候 节奏波子很好 这次应该是张哈维了 现在在防守端啊 其实江涛的问题暴露的比较平显 在江志鹏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通常该去防守的江涛离他走得很远 对 虽然在进攻端江涛现在很愿意跑 很愿意帮助球队去进攻 但是在防守端的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其实我觉得江涛他个人的心理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他在这一路他要面对着扎韦 有的时候他得跟队友沟通 因为扎韦他不是一个传统的边缝行动 没错 扎韦会不停地往中间移 这个时候的话江涛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队友没盯住扎韦 他得过去补 对 能盯住了他再回来回首 但这个时候对于防守队员 比如说跟后腰跟中后卫之间的默契程度考验就比较高了 虽然说双后腰奥克斯多达拉尔夫 但是真是落得自己在禁区的阵地防守的时候 奥克斯多不太管防守 这是一个挑船 这个落点选择的不是很好 而在无球的情况之下 应该是国安跟福利两位队员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吹了李磊的一次犯规 这场比赛提到目前为止 孙伟老师是不是感觉这个趋势 稍微这个风有点转过来吹了 比赛开始之后国安给我们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种拼抢 但是最近这10分钟 福利进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反击打得越来越心有成熟了 这是不是体能国安的第一个极限快到了 其实体能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的权来说问题不大 虽然是在广州比赛 这个在广州比赛总是特别的苛刻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 之前在德国的这段时间的拉链还是比较成型的 就是真的是在赛季中让球员的体能又往上稍微走点 这个机会 吹了刚才危险动作 所以主要是国安在维持自己打法的时候 他毕竟不是德国球队 毕竟是依靠着中国的学员去打德国式的足球 风险还是很大的 所以广州福利的反击 这几个人大家也都知道 能力很强 就是不同的风格相互刻 而且福利队员他们今天有一种适应了国安的节奏之后 开始会打反击 第一开始的话福利队员有点懵 我们先回过来看看你国安到底想干嘛 明白你的路数跟套路之后 几次反击打的是有模有样 福利过去是很怕被打反击的 既然你要控球 好 反正我不用切腹之痛 我打你的反击 这一次精心战术演练下的定位球打 这个角度看上去又好像囚禁了 是张希哲的打门 张希哲今天脚风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不是吧 是李磊 因为我在想张希哲怎么会左脚 有这么样一脚爆射 这个配合挺有意思 你看从德国回来之后 北京国安这两场比赛 都有一些很有趣的定位球布置 看来是下了不少功 研究了 只是运气一直都不太好 哥几个平时可能不踢球的时候 就这样琢磨 我们这定位球以后玩出点花样来 对 其实就是抛开成绩 不说当一支球队开始有这些小花活 出现在场上的时候 说明团队气氛是挺好的 对 不禁想起来 说起德国想起来 以前在事业杯的时候 德国一发定位球 那就是看戏一样 只有你拥有像托马斯穆勒这样的球员 他才能甘心的为球队做一些傻事 来吸引对方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刚刚李磊这条打门 包括之前张希哲的射门尝试的话 证明国安今天 他们在远射上面的话 有这种之前的考虑打算 有这个方向 但是准心还需要再提高 这是江祝鹏和江涛 两个人之间速度的对标 远端那边 复利队员已经把自己的身体扔出去了 就等你球砸到我的头上了 对 身后有拉人的动作 这就是唐淼去抢的 应该说 朱超庆其实今天的打得挺勇的 黄正宇 因为可能从 朱超庆来说的话 这段时间国安比较被动 他作为一个年轻队员 他在攻击端上 几乎很难帮到自己的队友 这次也是一直跟着黄正宇回来 但这边的话 斯文科威其实对刚才那一下 拉人没有给黄牌表示不满 说这都快把我们队员裤子拽掉了 都不掏牌吗 场上比赛40分钟的时间 物理前场的一次定位球 战术 向左边进行转移 黄安这边的学校阵型 迅速地向前压迫一下 这次是一对一的防守 宋伯轩防得很给力 两边11号之间的一个对话 宋伯轩这短裤已经当平脚裤来穿了 把左大腿每一条技巧贴都露出来 看看说他之前大腿这拉伤 对他还是有影响 赵和静也逐渐压过了半场 索利亚诺今天他的回接次数很多 这一下的传递是给到了空档 换到左脚直接兜一个圆脚 并没有兜住 这下宋伯轩 挺可惜的 这是把战术打成了 但是宋伯轩最后的这一下 就是自己脚腕 相会兜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提到这个时候双方队员在上半场这个体能应该都不是特别的好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月份的广州这个天气基本上从每年的6月份开始能一直持续到10月份都是极度的热的 一年有小一半的时间都在大夏天 还别下雨下雨更可怕 通常都觉得下雨之后凉快一点 在广州下雨之后就直接变成桑拿了 福利的这个三中卫三个人拉开的距离可真是够大 是 现在领先比赛临近结束 现在福利更适应这个天气 慢慢的会继续的占据上风 没错 佐利亚诺回撤接球 这球再给到左边张锡哲的船中 福利队员将球破坏数级线 一旁也是回到这个位置 刚刚应该是黄振宇的一次乘球失误 其实说起黄振宇的话 老师说感觉这赛季如果来一个优23 这一下 阿古兹多先吃了一张黄牌 看来双方队员现在整个情绪上也是稍微有点高 对抗比较激烈 尤其作为国安队员来说 他们感觉自己的局势很占优 但是比分落后 其实对于马宁来说 因为如果再去看裁判的这个手则 裁判是不需要对于自己的判划做任何的解释的 所以这样的沟通有的时候反而会起反效果 越解释队员们会反过来再跟你解释 解释来解释去没完没了 战术小球 阿古斯多 换左脚的船中 球速很快 远端 飞上去的打门 踢空了 说了亚诺 擋过来这一下的防守防得不好 黄正宇 上方队员的最后时间这个反击 我以为扎威把球给停下来了 如果停下来的话那就太恐怖了 比较至 这球断了下来 唐苗反向一起就往着自己球门的方向跑 是 唐苗给我们的印象在场上经常会有那种闷着头往前扎的感觉 对 头一滴不管了 没错 他和现在在贵州公共制成效力的同胞兄弟 同胞哥哥唐欣 这俩人风格挺像的 唐欣应该是现在在整个中超抢断次数最多的球员 唐苗可能在广州福利这个踢法不同的俱乐部 用不着那么多抢断 对 进攻的这个套路给打出来了 上方上比赛有一分钟的补食 比分的话还是主场作战的广州福利 一比零领先北京中克国安 这一次的前场 球抢下来了 这又是福利的机会 打到左边 禁区之内有三点 选择第一球 这球把自己的队友也给晃了一下 卢林并没有意识到江泽鹏 往这个线路去传 这句话应该有打门的机会了 直接进行摔门尝试 偏出球门 感觉福利队的每一次进攻 比国安要简单很多 但简单并不意味着没有威胁 每一次进攻打的也是能够直接威胁到阳尺 这也是今天广州福利针对北京国安所做出的一个微调 以往斯托伊克维奇是很少去做出这样的调整 他总是会给球员灌输一种以我为主的思路 但是今天还是有改变 马宁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皮皮体育为您带来的一期赛 福利在上半场更为有效的反击 的确是让客场作战的中后国王感到很难受 而斯托伊克维奇 福利的主帅这边的话 表情也是比较的平静 毕竟这场比赛事关最终的亚冠形势 非常关键的一个六分之战 还有45分钟肯定双方谁都不想认输 张学磊今天表现出了好状态 觉得也是对北京国安的时候 面对杨智可能更想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 激发你的冠军实力海菲斯邀宁共赏中超联赛 双方下半场比赛在主打马宁的一声哨响之后 也是正式开始 两支球队换边 主队广州福利这边的话是从右向左进攻 而国安的话是从左向右进攻 本场比赛中文解说 由孙磊老师和梁湘宇为大家带来 我们要看看下半场比赛具体形式的变化 我相信率先做出变化可能是属于落后一方的 北京中和国安这边 上半场他们打门次数不少 但是绝对有威胁的还需要提高 这次先来看看福利的进攻 这球是给刀进去远端 直接倒地 扫射 跟上去这一点有点跑过了 打门的技术真不错 还有再传 所以我觉得福利进攻他们的节奏感真的很好 就是这种快慢的结合 让国安的防线感到很难受 福利的踢法在这场比赛当中它不是典型 平时的时候基本每个人拿球的时候都会 对 他会不停地抬头去观察自己队友的位置 这个落点 球速有点慢 今天反而是他知道国安也好像也很爱控 国安还很爱抢 对 我的姿态先放的低一点 福利是一支没有套路的球队 不是说谁固定在什么位置我要怎么打 他完全是根据每一场比赛的情况 由球员自主去选择去判断去完成每一次进攻的 所以很多的球迷就觉得说福利打法特别有观赏性 因为你每天看到的福利都不一样 此时无招胜有招 而且每一招它是根据有点以人为本的感觉 我选择上场哪些球员你们就把你们的进攻财物尽可能发挥出来 这一次索利亚诺小角度打成岳磊扑 球还没出去再点又顶偏了 连续进攻 今天苏木轩也是运气不太好 刚刚这个球第一下索利亚诺停的真的是很漂亮 把这个球给领下来了 我们看绕过来之后 小角度打成岳磊一个本能的反应将球挡出来 索利亚诺第二下还球没出底线又给勾回来了 这下停的还真是挺难的 因为他正好在向前跑上去 向前跑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个阶段用胸口把球能卸下 刚好能用脚碰到的位置 对 一个打门的姿势 结果打门被扑出来之后第二反应 还知道再打投再把球给顶回去顶给队友 宋国贤的投球稍微有点可惜 这应该是国安这场比赛比较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机会了 挺当了 但是转过来的话 复利亚诺的机会同样是很明显 右边路选择一个短船 扣回来 两名管卷倒地倒三脚船 这应该是拉尔夫在最关键的位置的一次补防 这次进攻也是 不是说已经确定好要怎么着 而是完全看着防线的移动再去选择 没错 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进攻的 彼此进攻的节奏都很快 从目前出现了失误 这次是黄正宇成功的抢断 看看 这次复利是把进攻节奏稍微慢了一点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 具体的电视应用三重选择 进享中超盛宴 看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 尤其是落后的中复国安都是想抢一个开局 打的也都不客气 江涛 现在江志鹏向前送出的一次传递 索利亚诺自己并没有停好 现在来看了 感觉国安今天所上的这名U23的队员 朱超庆今天的发挥可能小伙的机会也不多 无论是拿球感觉前场忽左忽右 还是往回撤 回来拿球都是索利亚诺 是 现在在整个的前场 按理说攻击四人组是 宋布轩 张奇哲 朱超镜加上索利亚诺 但是这个四人组 朱超镜明显是要弱一点 就是当一对一的时候 没有绝对能力过人 刚说着这边要换人了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朱超镜 一大宝准备上场 这下原地转了一圈 还是摆脱了国安队员的防守 陈志招 脚下的活很细 毕竟是进攻队员出身 只是不知道陈志招自己 愿不愿意踢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对于他 包括对于卢林来说 让这些进攻手去踢后 要肯定刚开始都不舒服 卢林自己也说说 最开始主角带上他踢的时候 他是抗拒的 但是随着成绩越来越好 随着整个的战术要求 变得越来越熟悉 是慢慢会接受的 今天陈志招进这球是这个赛季第一个球 在进攻端 他的作用现在相对要小一点 但是他在福利进攻的时候 前几点的接应很好 这是福利的进攻 左边路是有个空档 这是谁啊 怎么闷着头带球 还有第二点 右边再来 三点的包抄 船中落点 进去之内有三名福利的队员 结果就点到了国安唯一一个防守队员 进去外再进行射门尝试 这叫射门打得不是特别好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扎哈维 最近正好苏宁易购的牛奶 在搞199-60的活动 建议扎哈维同学可以买点牛奶 补补盖了 下场比赛刚刚开始了五分钟的时间 应该说双方创造的机会 我大概感觉得有上半场 二十分钟的总和一样多了 现在就是杰鲁呢 在球队当中 他的感觉有点不太能跟得上节奏 杰鲁是在这个赛季除了第六 第七两轮打了比赛之外 一直就没机会了 在这个赛季外援的政策变了之后 轮不到他上场 而且在中锋的位置上有肖志 今天让肖志打替补 但估计还是有机会要上的 他现在感觉福利队员自己本身的状态 整体的状态应该比较不错 所以说色域科技还可以边看着 然后再边换 他不着急 等到65分钟都没关系 他先看看 比如说余大宝上来之后怎么样 才进行调整 朱超兴下场 余大宝上场 这也是我们所预想的一个相对比较常规的换人 因为年轻的周超兴 这场比赛系的确不多 没他的太多的细分 当球队遇见一个比较难缠的对手的时候 对 余大宝这应该是他商业复出之后的第二场比赛 是 上来跟青岛老江江志鹏先击个掌 两个人也是国家队的队友 江志鹏直接传中 这个落点 远端 都 这球没有都回来 踢在了边往上 福利的进攻看上去总是轻描淡写 很简单的传中 咱们传的线路插上的点 以及相应的防守的时候 国安队员的一种茫然失措 都让每一次进攻显得格外有危险 没错 那刚才呢 这就是江志鹏最大的特点 就是传中的这一下 给的位置通常都会很有危险 但是反过来要看北京国安的这边 刚才这一下 杨志跟赵和静两个人抢到同一个点上 所以两个人起身之后也有个沟通 说看看到底刚才是谁的问题 李大宝刚刚上场之后 跟队友之间的一次配合 这一下索利亚诺被放倒赛地 逆腾 想想福利的这三中卫打法挺不容易的 上赛季当时还在打的是余扬张耀坤 黄振宇是下半赛季才打上的 现在到的这个赛季换人 义藤 叫低红 黄振宇变成挑大两个人物 但是这个体系还能维持 这次思路基本上也都换了 然后你人也换得差不多了 这个落点不是特别的好 卢林把球拿住 直接摔倒在地 卢林这名队员也是广州当地的足球明星 对 这个队员在广州当地的人气是极高的 毕竟是广州人 对 而且符合广州粉丝的一贯的审美 顾佳 中间的点 这一下赵和敬这是他上抢的一个优势 他的特点能体现出来 他喜欢干这种活 看看福利这次把球掉到右边 长个秒 看了一下队友传众落点 杨志出笛 将球没收 现在北京国安这边的进攻啊 控球已经不像上半场那么有耐心了 其实之前也在想说上半场如果控球 北京国安是主动的控球去拆广州福利的防守 但是下半场就在落后的情况下 要再继续控球的话 悬内心当中会有一点被动的感觉 可能这样的被动的感觉 就会让在进攻的时候控球变得不太稳起来 嗯 心态失衡之后 这有可能会变成往两个进去打 节奏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前夕啊 反击连着一个反击 现在广州福利想的已经很清楚了 除了前途这两个人 剩下的所有的队员都基本留在自己的30米区域内阵地防守 今天斯托伊科维奇这是打变样 继续反击 吉安努今天的这个踢法啊 不一定能够坚持到全场 跟球队磨合呢 还是有问题 而且如果要是说坚持打反击的话 替补席上叶楚桂 曾超 这两个人可能比他更适合 一 sécurité 找出界 1 2 1 2 2 用 2 2 1 4 2 地脚打门太着急了 反而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北京中复国安市区球权 刚才这段如果不是广州福利 打得太着急的话 这球权能空一会 宇大宝上来之后的位置 还是更靠近中路 想把他当做一个中锋 当做墙一样往中间敲 笑还是响了 是不是中间有变相给了一个角球 的确这下送的时候扎为不约位 最后虽然是一对二的情况 还是完成了射门 要不是杨志 要不是杨志 杨志今天状态确实是好 刚刚这个球可以看出 张哈维个人的 他个人能力的体现 是比较的极致 其实前面就他这一个点 但球就是传到了 而且就造成了威胁 如孙老师所说 杨志今天个人的状态 应该是给很多 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后 恶意批评他的人 给了一个很积极的回应 但是现在的话 整体场上杨志状态再好 杨志不是去帮助北京国安 拿分 得分的一个队员 场上的形势 还是需要把自己 国安这边的进攻给改善了 但弗力现在我们看 每一次进攻打的都特别的有威胁 而且现在人员调整的话 斯托克维希也是留着后手 对 现在对于 北京国安这边来说呢 替补齐上 有进攻能力的 金太炎和张志明 尤其张志明呢 个人一对一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像 看到拉尔夫这样 要调整心态 刚才还在说 这个越着急 越没法控球 越没法控球 越难去打进攻 转移过来 杰弩打了 杨志神了 杨志神了 这个近距离的爆射 特别像上半场张锡哲 面对陈远磊那个球 这个距离稍微 那个距离更近 但是力量是很足 在这种位置的时候 竞争队员的机会 优势是无限大的 人将很被动 福利的进攻 自己躺大了 下半场比赛 进行了15分钟的时间 从射门树上来说 福利已经反超了 北京中和国安 已经有11脚打门了 其实回到换人方面了 我一直在想 斯多伊科维奇 由于球队 现在可用的外援 本身就不多 还舍得换杰弩 尽管下面有一小只等 其实该换也得换 是 杰弩弩 难得打一场比赛 就看他这么想 这是一个机会 小角度 一个挑射 球进了 索利亚诺 索利亚诺 球进了 扳平了比分 还是得靠封线队员 把握机会的能力 前面的传递 也是给了索利亚诺 一个很好的一个 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 而这一次 他的打门 选择了四两拨千斤的打射 看看最后给他送球的 那个人是谁 这球可能 广州福利的球员认为 是有约位嫌疑 一会儿我们再看看慢动作 前一脚传得好 索利亚诺自己挑的一下 很巧 没错 角度已经很小了 刚刚如果选择爆射的话 可能今天成月累的 这种积极度 又能给把球封住 于大宝 这个换人真的是好 最后就是把于大宝 去当强 一直是说 他站在一个中锋的位置上 刚才于大宝 并没有选择往回敲 而是转身 直接送了一脚直塞 他如果能跟索利亚诺 形成化学反应的话 估计这个首发 又得有调整了 没错 因为于大宝 这名队员的话 他其实回顾 他这些年的踢球风格 他真的是一个前场多面手 对 他几乎在前场的任何一个位置 踢的都非常的不错 刚刚呢 他其实是充当了一个 可以说是中锋做球 你可以说他像一个前腰 送出威胁球一样 这一点呢 可能也是U23小巷 朱朝庆所不具备的一点 是 所以如果当他 商与回来之后 因为于大宝之前 是因为这个脚踝的伤 已经养了很久了 如果他的状态能调整好 那么现在在北京国安方面 还有可能去改打142 让他跟苏利亚诺 组成现在这个搭档 有可能宋博宣的这个主力位置 就有点难了 现在对于福利队来说的话 他们需要调整一下思路 机会更多 他们现在比分是平局 直接选择低射 踢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来自扎哈维的射门 转过来中和关的反击 这一下汤球汤大了 义腾的上抢时间数 是 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找找竞打时间来看 这场比赛竞打应该是挺长的 因为两支技术细腻的球队相遇 是 还想过 苏利亚诺进球之后 感觉个人的自信心是起来了 具有很强的自主进攻 一是这一下的成本 落点极好 扎尾角度很小 调整一下 选择自己打门 这个球看看 扎尾两个队友好急 虽然说你是最佳射手的 我这机会却更好 扎尾刚才有点 确实太想进球了 有更多的好的方式去处理 这也是他平时能做到的 现在是这些 现在上呂鹏 上呂鹏下宋伯宣 那就是要解放奥古斯托 要保证中场的一个活力 是 呂鹏也是一个在后腰位置上很能跑的球员 所以科威奇解答了我刚刚的问题 舍不舍得换吉安奴 一动就没几乎 舍得 一分平了 该换还得换 我需要前场的冲击力 其实刚刚我们回想 张阿威那个球 如果那个球 他刚刚那么样去选择 球依然进了 我们怎么评价呢 那是神了 但是如果不进了 真的是欠一点合理 因为即便那个球进了 我们想 我们可能都会说 阿威奇是可以传 可以传这个人 可以传那位球 但是他选择自己打门 结果球还进了 但实际上的话 可能扎尾还是要调整一下心态 以及跟队友之间的配合 这下船的有一些短 比分出现一个平举 负力的队员 整体阵型退的 还是比较的靠后 索里亚诺 这是一个危险动作 这两个真的是非常的拼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感觉 马宁的尺度 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这牌儿没怎么掏 除了警告了奥古斯托之外 一大宝上场的话 他较至于朱朝庆 还算得上是一个高点 投球 还有凌空的抽射 倒钩的解围 大家都把自己的技术动作提升了两个难度 吕鹏也是一个被算得上被时代耽误的球员 因为当时在大连失德 解散之后就面临合并到阿尔滨之后的名额问题 所以那年再加上一些伤病 没能进入到那个转回名单 所以有一年基本就耽误了 我们说这职业球员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职业生涯 珍贵的程度 真的是按场次来算 对 一场一场 你别说一年一年 怎么去耽误 给到进去里 这球竟然停下来了 但是张哈维第二下 球在干扰之下比较宽远 没有办法控制住 国安的反击 有三个传球点 选择找最远端 落点还是比较不错 五名富力的队员赶快来防守 奥斯托自己打了 这是一次贴地战 两边的门将 今天状态都很好 是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失误 进攻的 双方拉开之后 打得都非常流畅 大量的一脚出球 大尔夫跟队友做了一次短传配合之后 把球交给索利亚诺 到中路的传球 被防守队员识破 老船 小智再把球分到右边 其实左边又空了 这一次负略队员是想把球往中间去传 弥大宝 球已经好久没有落地了 大家都是出球 都是投球 江涛到中路 这一让看出陈志招个人的这种脚法了 太细腻了 这是一个提边缝的队员该有的脚法 这个球处理 可以看出国安的队员还是太紧张 是 赵和静太紧张了 赵和静 空荡来了 左脚推 球进了 胡越位 这就是赵和静刚才的位置 导致整个国安的后防都处在一个很紧张 很慌乱 没有做好准备的状态 没错 这边的话 江志鹏 江志鹏是怎么去到那个位置的 一会我们看看 江志鹏可能真的是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 是一个扎哈维的进球 还是扎哈维 扎哈维的进球 现场的导播镜头切给了 第一时间切给了江志鹏 今天两支球队队员假动作多 导播 假动作也很多 这样的话 双方的头号外援前锋都进球 是 这边 索莱亚诺进完了以后 扎哈维也进 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这拖到最后一点的就是赵和静 是 刚刚跟杨志之间的一个互相 没把节奏把控好 向前的传递一失误 自己的位置太靠后 对 刚才赵和静 从那一次跟杨志的配合失误开始 就一直没能把这个节奏提起来 没能很快的顾及到约维线的问题 所以他是一步步往前走的 他走的时候 扎哈维就一直贴着他 我看见有一个落在最后的人了 始终等在最容易接球的位置 其实这一点是给了江志鹏机会 当他拿球抬起头 看见扎哈维的时候 才有这个穿球的条件 没错 那就是射手一直活在 他可以去创造进球的那个空间里 一个优秀的射手 像扎哈维这样的队员 我们之前说他的 你说这个盘带突破力量速度 都不是顶级的情况之下 能够在中超拿下最佳射手 他的这种观察能力 他在对手后防线当中的生存能力 是极强的 可能赵哥敬正常比赛 像这样的失误 他只有这一次 再也不会 但扎哈维就是把握住 这一下的话 弗力整体阵型的一个前压 果然后防线退的又是有一些被动 70分钟的比赛时间 看一看这个远距离的长船 思路比较正确 稍微远了一点 陆林也是跟江志鹏致意 扎哈维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机会性 对 但是他在一对一的能力的时候 一对一的时候能力又特别强 他不是说我要完全摆脱掉你 而是我会给自己闪出一个射门的空间 这个太可怕了 第一下汤大了 张公第一下汤大之后 两个人有个对铲 要调射 标射门的功夫了 这是一场极为流畅的比赛 没错 首先从双方的球风来说 双方都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 特别凶肯特别硬的球队 对 他们还不是这种类型的强队 他们还都是以技术好著称的 现在打到不到75分钟 张公抽筋了 之前上半场的时候提到过 像张公这样 他之前在大连超越效力 就是属于中甲级别的球员 当他来到福利右梯上和国安的这么一场比赛的时候 这个体能的消耗会比平时大很多 因为太激烈了 对于他来说太激烈了 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相当于把尺子 72分钟 张公会抽筋 那么可以衡量一下其他人 在现在体能的消耗是什么样 张公应该是刚刚那一次自己把球胖大了 这已经是体能不大好的一个表现了 随后再跟国安的队员有一个直接对产 可能动作体能不行的时候 你的动作只要幅度稍微一大 就容易出镜烈了 而且他刚才这个手势提示 是不是有拉伤的情况 体能跟不上的时候 其实动作会变得更大 看有的球员到80多分钟就开始放铲 不是说体能少 不是因为潇洒 对 那是因为再不铲他就追不上 对 那就只能把自己身体扔出去 没办法了 现在这段时间 福利在场上应该是少踢一人 国安有一个人的优势 其实本来在想的话 这样的一个比赛 是不是客场作战的国安队员体能 会率先出现问题 你看当张宫受伤下场之后 如果是这个情况 那么福利怎么换 会不会上江吉红 把李吉祥重新放回后腰的位置 他们首先要挨过国安 这段时间的人多踢人少 球还在进棋之内 应该是第二下的时候 这是炊鱼大宝 一个位置回接 如果导播语言的话 我是这么解读 这边果然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 叶储柜 上叶储柜应该是要把炉林 拉回到后腰的位置 这样的换人方式会不会 还是有点冒险 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比 我刚才提到的方案要好一点 因为这相当于保证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最熟悉的位置 假设说如果上江吉红的话 那么首先江吉红他是刚刚上来的 其次李提香要到后腰的位置 对 这两个人同时都要换 而且是在后背和后腰的位置换 这个危险程度太大了 现在叶储柜上了之后一方面 卢林是很熟悉了后腰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叶储柜在反击的时候 他的个人拿取能力和速度 会给国安带了更大的威胁 没错 看来这是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换人 就是风险比较小的一个换人 转过来 腹力的进攻就开始了 右边 叶储柜他在这位置是能拿住球的 江志鹏还在努力的追 江志鹏的这个拼劲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AO史密斯143周年创新精品 百年品质 跨界创新 张欣欣 换中后位 下赵和静 对 因为我看到是31号 这是认为赵和静的体能 已经撑不住了 那么李磊应该会拉回到中位的位置上 让张欣欣去打一个边后位 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否则的话正常应该是张春明 最后会有机会 对了这个时候双方队员G2连3的体能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 左把球推到右边 江涛的传统选择低瓶球 这是国安的机会 大家现在的传统失误较至于之前都要多了一些 国安这边感觉好久没有看到张希哲了 在中间等机会等的比较多 而且由于他这个位置基本都是一脚出球 所以到中路呢 现在更多的人 尤其于大宝上来之后 于大宝稀释了他的拿球的这个刺身 对 更多的人基于在中路就有点不太显得了 这连续的三四角传递给到右边空档的时候给的太大了 前面就留扎为一个人看到了空档 这个传递也是让自己右边的队友有个足够起跑的提前量 三点找远端 肖智越位 富丽芝球队啊 他们在右手转弓的时候 这个横长传斜长传打得非常有心得 对 你看平时在训练当中啊 他们因为你T一个类似于三四三的阵型的话 你的两个编译位一定要这种适应的脚法 是 其实在整个中超的技术统计当中呢 长传的次数 复利是排名后几位的 很少有长传 包括从上个赛季当时 只给汪松开了这么一个许可 就是中场的调度呢 只允许你长传 其他人基本都是短传 但是到这个赛季 尤其是这场面对北京中和国安的比赛当中 需要更多的长传来回避国安的风行逼抢 就是为数不多的 斯多伊科维奇在主动的改变球队的一些细节战术 这条拉尔夫停的不好 其实队友传的力量有点太大了 有点跳 不好停 这是张细哲 中路 奥克斯托 一大宝在向前跑 选择分到左边路 犹豫了一下 强行在船 还有机会 倒三角 这个倒三角前面一点应该是一大宝让了一下 在另外一个线路上就是福利的防守队员 哇 叶鼠桂 踩了个单车 还过了个小门 年轻队员 脚底下的活很细 自信心很强 之前 福利这几个边风都够猛的 几个年轻人像叶鼠桂 包括这个赛季租界到贵州洪峰制成的长飞亚 这也是个人能力非常出色的 以及今天在替补鞋上的曾超 还要上赛季打得更多的宁安 这几个人出现在同一支球队 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浪费的 黄正宇应该是体能扛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被迫换人 还是得上江继红 双方今天在后几个换人中 都体现了一种 由于比赛实时的一些考虑的一些 更为稳妥的换人选择 之前我们也说过像黄正宇这样的队员 一个他 一个北京中央国安的巴顿 这可是今年这U23里面表现极为出色 对 很多时候属于球队离不开的U23队员了 黄正宇说去年突然爆出来 之前还是个广州舞中的学生 这个机会拉开距离打 这球打在防守队员身上 不过即便不打在关队员身上 可能也有点偏 对象已经散了 两人上来去加强一个节奏的变化球 并没有出底线 倒三角给回来 都一脚 把围墙打一个巧的 这就是唐妙一个人拼出来的 谁都以为这球 他要不然是唐大 要不然就强行传中最多一个脚球 硬生生给绕回来了 这么好的编后卫 现在国家队当中呢 一方面是张丽鹏 另外一方面是邓涵文 轮不上唐妙打 对 对于他个人来说 其实也 怎么说呢 怎么说可能不太合适 也算是好事吧 因为能让他稍微歇一些 这是个太拼命的球员 如果富力可以进入到下赛季的 押冠比赛 就说他拼了 国安还在努力的 找进最后的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去创造一些机会 郑欣欣这也是伤的日子太长了 这个年龄段的张欣欣的话 他的体能 加上他本身的特点 可能已经不允许他在90分钟之内 这种高速来自的奔跑 其实变后卫 尤其他是在31岁的那个时候 杨智出来了 杨智不出来了 和富力这次反击 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江涛 拼抢下来的一个球 无论如何 这两支球队说 打到现在都能看出泪 但是不乱踢 这就是球队的追求 和技战术的素养 因为两支球队的风格都偏细 有些面对一些 相对比较硬朗的球队说 踢到这个时候 无论你是领先还是落后 领先为了保住安全 落后为了创造机会 都是选择 一个大脚 对 打到这会儿都是走你战术 在防守的时候 走你把你放倒 进攻的时候是长传 这一下连续的盘带 向回敲一下 奥斯托还选择传球 其实已经进入他的射程了 咬了个定位球 反规 以腾也知道自己裁判哨一吹 很危险这个位置 以腾刚才解释这话 说了俩字放弃了 说再多也没有用 一开始那个挥手 像跟裁判说 别别别别别别 以腾上一轮打花家幸福 也是打进自己 应该是中超的第一个锦球 中超到现在48场 其实他是出名比较早的 就零点这一批中卫 挺早就有名了 这些路也不算太顺 这个定位球张希哲 看来并没有要罚的意思 还是交给索利亚诺 交给索利亚诺吧 有光环的索利亚诺 好 尽球也给到李磊 这个位置左脚 也可以再来爆射一脚 这对于程度里来说 是一个考验 要看看是谁法 绕过人墙 把这个球选择直接打了门将 所镇守的那一脚 是 就要这个时间段 每一个定位球 对于落后一边的中和口安 都显得非常珍贵 奥克斯托 向倒三角的位置进行一个长看 江涛再把球转移到左路 复利这边需要把阵型及时散开 有一个防守上的压力 中医者球并没有领好 门空向前的扫船 萧志由于下半场刚上场 这时候他的体能还算是不错 对 而且两边的 各三个环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现在只能靠场上这些拳拼了 踢完这场比赛的话 联赛还有最后的几轮 两支球队分出胜负的话 落后一方的国安就很难了 先看这条大门 踢在防守队员的身上 真敢带啊 这是如连 离着老远看 不看号码 不看人也知道 这应该不是一个后卫 后卫在这个位置 不敢这么带 第二个抽筋 陈志招 富力两名中场中路的队员 是 想想他们得跑多少 而且再加上尤其是陈志招 他本身还不是一个防守起家的队员 对 但是战术要求呢 你不可能去一位的 只是站住不动 因为中路只有两个人很担保 你选择踢一个三四三的阵型 全国的球衣啊 踢到这个时间看 全都是贴在身上了 广州的天气富裕的这场比赛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陈志招 反正下来压压腿 对 还得上 也得上 一拳一拐 也得往中间去站着 没错 也不年轻了 29了 差点把球停丢了 奥斯托跟江涛两个人在右边路的连续传递 踩个单车 这一次马宁并没有享受 这是富力的机会 国安队员想拉没拉倒 好 再进行一次人球封过 手球 马宁这个时候示意陈志招可以回到场上 随口一起还在跟自己的队员交流 这件看起来没给牌 从颜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方规 是 得掏防牌 陈志招简直回来了 其实这个时候陈志招回去之后 他可能也会跟教练组有个沟通 我到底是正常的踢 还是说我回来之后 你也得有一个人回到中场去帮我防一下 对 踢到这个时间段 富力可以守一下了 因为有一个球的领域优势时间确实不多 这个时候得拼意志拼制 本身天气都很热 你累他也累 奥斯托 见两名队员上来防他 选择一次挑船 很机灵 第二点又抢到 鸡之内再过一个 还有机会 江涛直接往进区里扫 进区之内全是人 就看着这两个人默默的表演 还是上不上那个说法 个人的突破对于广州福利来说 杀伤更大一点 但是国安阵中最强的张志明 今天已经没有机会出场了 流离进攻 叶树桂个人的盘踏技术的确很好 这一下 很清楚 都有点跑不动了 唐淼真是能拼 其实刚才的这一下 给肖志 他的任务就结束了 还是强行想要自己来 三分钟的捕食时间 下半场比赛 虽然节奏不如上半场那么快 由于球员的体能原因 但依然很流畅 江润我们抓紧一切时间 补充一下体能 缓一会 其实现在想想 这场比赛 是不是也正是由于雷纳尔迪尼奥 他不在场上 所以说孙杨老师 复利采取了一个相对保守 看上去比较保守的 去打国安反击的一个战术 因为他中场可能觉得创造力 跟国安有点差距 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焦点来说 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是伤病 但是同时他也不一定会 变成一件百分之百的坏事 就是借着雷纳尔迪尼奥受伤 借着遇到像北京中国国安 这样的对手 那么改变打法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可能如果雷纳尔迪尼奥 在场上的话 你这么去改变 他自己会踢得不爽 也说不定 这种踢法我在想 雷纳尔迪尼奥可能都要消失了 是 所以一个好的教练 就是在面对任何情况的时候 都能把球队的状态调成 在现有的百分之百 现在复理队员需要把节奏 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 像这一脚向前出球 就过于的盲目了 还是往前开 笑着把球护一下 倒地再传 球出了边线 最后一分钟 杨智犹豫了几下 可能没有看到 特别好的出球点 吹了索雷亚诺的一个手球 吹了索雷亚诺的一个手球 最后的半分钟时间 如果把您稍微宽裕一点的话 可能国安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这场比赛如果福利能够获胜的话 他们的积分将来到一个40分的积分 好 三分钟的补师刚到 马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样的话第25轮中超联赛 广州福利在自己的主场是2比1 击败了北京中和国安 应该说这个三分拿的对福利极为重要 40分的积分 他们时刻保持着对亚冠集团 也就是差不多联赛第三第四位的球队 足够的压力 而对北京中和国安来说 战霸这一轮37分的积分 距离亚冠的这个线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人性都会来到越西山体育场 KM的比赛 好 我们回到演播室 刚刚跟孙老师 也是跟各位PV体育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欣赏了一下这场比赛 应该说看之前我们就想过 这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无论从两支球队的特点 还是这场比赛 对于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的一个重要性 而实际过程也的确如此 两支球队在一个不是特别友善的 广州的天气的情况之下 踢出了质量比较高的比赛 最后孙老师还是抓机会能力更强的 福利是拿下了三分 对 我觉得这个比赛踢完了之后 对于广州福利来说 这是一个从教练到球员 都会有一个极大的自信提升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是在改变了 球队惯有打法的情况下 依靠着自己的策划 完成了胜利的一场比赛 而且如果我们回溯到 整个比赛的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想法都是极有针对性的 都是按照现在球队的状况 和北京国安队的特点去布置的 而最终的想法 基本是按照斯多尼科维奇的这个思路 进行下去了 又能拿到胜利 所以一方面教练权威肯定会更重 另外一方面球员的兴气会更好 可能在接下来去冲亚冠的这个道路上 会大家心里都舒坦一点 但是我在想说 这样的一场比赛 会不会让北京中和国安的球员心里头 会出现一些消息的裂缝 一方面是说 在替补席上 六个替补的这个情况 虽然有消息说是因为伤病的问题 但是我们回头得再去看看到底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难道不能多带几个人去现场 还会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另外一方面是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一方面客串中尉的赵和靖 出现了失误以及体能上的不足 可能现在体能的不足 会在这场比赛之后 被媒体和球迷所关注 尤其是对于北京中和国安 这么一直要求体能的球队 所以我想可能 关于他们的新闻得到之后再看看 对内人员的调整 再加上一场输球 导致积分榜的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球队在接下来还有五轮联赛 到底该怎么踢 可能对于舆论媒体 包括对于施密特来说的话 在章比尔结束之后 应该更理性地去思考一下 这个赛季剩下的五场比赛该怎么踢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下半场 45分钟的集锦 带着大家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两场球队下半场的一些表现 应该说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 综合国安肯定是要赶紧抓起一个机会 抢一个开局 而实时证明这一次 索利亚诺连停带打 带打再到船 一气呵成 就是今天过生日的宋伯宣 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的生日快乐 这球没顶尽 所以如果真是看这一场比赛 北京综合国安获得的机会 一点都不少 而且很多都是靠真地进攻完成的 只是怎么说呢 运气还是很重要 反复再说运气很重要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和球场这金色座椅 带来的加成有关 反正我觉得跟上一场很多场景一样 尤其今天宋伯宣 确实把握机会的能力有点可惜 对应的就是我们得看复利的队员 把握机会能力好强 包括像扎哈维 这是国安队扳平比分那个请求 我们说这是在余大宝换上场之后 国安的进攻思路调整了复利的应对 应对不好 因为余大宝不同于 住手请两个人特点或者说实力 还是有一定区分的 余大宝坐桥解放了自己的风险队友 风险队友套边拿到球之后 面对状态很好的程越雷 选择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挑射 也是帮助国安一度看到了 在客场拿分的希望 而转过来就是这一次 这个镜头给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其实如果真正这个球的原因 是之前孙老师也说了 赵和静那一点的问题 可能就是一瞬之间头脑想的简单了 没把球跟杨志俩是捣捣清楚 在随意的向前处理球 就造成了问题 其实刚才这一下能看到赵和静 他确实是在朝着扎哈维这个方向跑的 但是眼看着扎哈维他过不去了 就是身体已经 体能已经不行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时候 就把他换下去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在这么早的时候 体能就出现了状况 对 其实我们说一说中和国安的话 这个赛季 应该说这支球队经历了一个大落大棋 到现在又有出现了一个 现在感觉像是一个适应棋 或者一个很胶着的一个阶段 大落因为一开始球队在换到何赛之后 可能成绩不是很好 施密特来了一段甜蜜期 但现在又得琢磨琢磨 因为好像其他球队对于施密特这个打法 或者对于北京中和国安 现在并不是像施密特刚来的时候 那么的惧怕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支球队 这场比赛的一个技术统计通过数据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哎呦 过百了 过百了 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 10个人跑了100公里 是 弗里这边少跑了5公里 我们说更多的时候 可能是占据进攻主导一方的队员 可以少跑 是 但是这场比赛 孙雅老师占据进攻主导的球队 跑得更多 但是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科罗普带的六补 也是通过批评的跑动去几下空间 同样是德国教练的思路 也会在赛季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当球员真的跑不动的时候 你怎么维持得住 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中和国安来说 在这个赛季开始 像你说的 经过这个大落大起之后 其实我觉得已经找到一个向前发展的 正确的道路了 重要的是 能不能通过这个赛季稳定打完之后 无论明年有没有亚冠的比赛 能够在明年的赛季开始之前 好好地准备一下 让这支球队能真正地从零开始 好好打基础 去做一个完整赛季的准备 可能对于北京中和国安说 希望应该是留在下个赛季 没错 一定是心态调整好 在这场比赛输球之后 无论你最后能不能够冲击到亚冠 把这个赛季完完整整地 完整好 让一支球队走在一个非常持续健康的道路上 这很重要 而对于广州富裕来说 就像之前我跟孙老师聊 一个非常潇洒的球队 还继续地非常自己的套路 还最后要冲击一下这亚冠 指不定呢 如果鲁能 华夏幸福 天天全天 谁稍微一犯错 那可能福利下个赛季压过赛场就见面了 那最后的话 也是感谢各位PP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收看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中超比赛转播 也是感谢孙老师做客到演播室 陪大家一起来看这场比赛 中超的比赛不多 百分之百 现在福利队员需要把节奏 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 像这一脚向前出球 就过于的盲目了 还是往前开 小智把球护一下 倒地再传 球出了边线 最后一分钟 杨智犹豫了几下 可能没有看到特别好的出球点 吹了索利亚诺的一个手球 吹了索利亚诺的一个手球吗 最后的半分钟时间 如果把您稍微宽裕一点的话 可能国安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这场比赛 如果福利能够获胜的话 他们的积分将来到一个40分的积分 好 三分钟的捕师刚到 马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样的话第二十五轮中超联赛 广州福利在自己的主场是2比1 击败了北京中和国安 应该说这个三分拿得对福利极为重要 40分的积分 他们时刻保持着对亚冠集团 也就是差不多联赛第三第四位的球队 足够的压力 而对北京中和国安来说 战霸这一轮37分的积分 距离亚冠的这个线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人生都会来到越习生体育场天赛比赛 好 我们回到演播室 刚刚跟孙老师也是跟各位PV体育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欣赏了一下这场比赛 应该说看之前我们就想过这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无论从两支球队的特点 还是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的一个重要性 而实际过程也的确如此 两支球队在一个不是特别友善的广州的天气的情况之下 提出了质量比较高的比赛 最后孙老师还是抓机会能力更强的福利 有点害怕 这还有清客源 确实挺可怕的 现在整个北京国安 就是这批老队员性格都相对比较温和 所以也有这个机会能让进攻手 大家放开了玩 其实从卓小庆来说就大胆的往前冲 在场上唯一能够对你说三道四的人离你最远 杨志 他离太远了 喊两句你还听不清 其实回想赛季巴顿之所以能够踢出来 就是他在前场这种冲击力 令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没错 福利的阵型开始逼上来了 两支善于控球的球队 这种传接球的时候在中超联赛的确很艺术 又是个人的连续盘带 身后侧后防的一个铲球 但马林这边认为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从卓先生是倒在场地之中 如果等一下有更近一点进行的慢动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李提香缠倒了宋伯萱 这个球还真是 先把球蹭了一下球之后 从宋伯萱两腿当中给绊倒了 李提香原来在北京国安所培养的方向 也不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 他其实还是在中场能控一控 向前去传球的这么一个类型 但是现在的角色需要他承担更多的防守任务 刚才这下就能看出上得特别鲁 特别猛 就是没有说我即使这个犯规 我能给对方的队员和我自己去做一个保护 完全是没有管这些 确实不是防守上的专长 作为李提香来说 他在场上的任务就是执行主教练的一个战术思路 主教练告诉你这场你的定位 你该下脚的时候就得下脚 没错 史密特 史密特不太理解 就是面对这样的犯规 第一是你怎么能这么去做动作 第二是为什么马尼没有享受 宋伯萱今天过生日应该是28岁 89年的球员 其实想想曾经的小将宋伯萱今年都已经28了 因为过往我们当这个名字一开始映入我们眼帘的时候 都是跟这冯仁亮一块并着一块出来的 两个人原来都是天津虎之头 宋伯萱后来就上海生花 两个人都在上海生花梯 当时宋伯萱还在打右边后卫 在生花算是大方一彩 打着打着 发现小伙击攻能力好强啊 往前走吧 越提越高 好 去坐 夹九号经常会绑回拉 甚至拉回到中圈附近去拿球 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福利他由于阵型的灵活 这个赛季他们的比赛都比较的好看 再加上前面摆着一个极为高效的扎哈维 只要最后几轮啊 这高拉特同学不要状态爆棚 那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应该是扎哈维 两个人是差了五个球 国安这边的话逐渐是把自己的阵型有一个前压 但是福利从后场向前想直传 找进攻队员还是被破坏掉 北京国安呢 今天排出的实际站位 除了门将杨智之外 后防线上从左之右分别是四号李磊 三十一号赵和静 三十号雷腾龙和二十八号江涛 今天赵和静是顶替四黄亭赛的 于阳出现在了居左的中位的位置上 主要还是负责保护 中场的双后腰是五号拉尔夫 达二十一号古斯托 在他身前 其实今天打前腰的是宋伯轩 宋伯轩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靠中间一点 刚才拿球被断掉 这个呢有点像当时打天津全剑的时候 也是尝试让宋伯轩去打一个前腰的位置 攻击性前腰 对 实际上也是解放他的防守的任务 张希哲还是更偏左一点 右边是十五号猪烧季了 顶在前面的单线头就好 孙利亚诺 这将于是对顺密特战争比赛 是对于宋伯轩 他的一个个人位置的一个微调 来实现一种新的战术 一位 球队的左边后卫 这一次后场的防守的话 还是比较成功 但是向前的输送球的话 落点不是很清楚 这是国安的真击进攻 直接选择 这球给漏过来了 推射 打门 看球员的表情 边才应该是举棋了 先越位了 对 但是这个球我想无论越位于否 复利在禁区之内的防守队员 出现了一个略显业余的对球高度判断不足的情况 这一下当然镜头应该对再往前一点才应该是停下来的那一针 宋伯轩我估计进完球之后已经想好生日的庆祝动作 处女座的宋伯轩 处女座宋伯轩 包括受伤的巴顿 都是今天生日 要进球的话 我们得就是说一下宋伯轩生日快乐 刚才算进了半个 因为这个是不是越位 慢动作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定格的一瞬间 正准备做清楚动作 你给我拦下来 看来今天考场作战的国安 对于这场比赛获胜的欲望还是挺强的 张宁伯这边是向左边看向右船 自己的头部还有一个假动作 跳给到左边 就是拉到左边去拿球的猪钞镜 真敢带 这是如年 离着老远看 不看号码 不看人也知道这应该不是一个后卫 后卫在这个位置不敢这么带 第二个抽筋 陈志招 富力两名中场中部的队员 是 想想他们得跑多少 而且再加上尤其是陈志招 他本身还不是一个防守起家的队员 对 但是战术要求 你不可能去一味的只是站住不动 因为中路只有两个人很担保 你选择踢一个三四三的阵型 球员们的球衣 踢到这个时间看 全都是贴在身上了 广州的天气富裕的这场比赛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是着反正下来压压腿还得上 也得上 一拳一拐也得往中间去站着 没错 也不年轻了 29了 差点把球停丢了 奥斯托跟江涛两个人在右边路的连续传递 踩个单车 这次马宁并没有享受 这是富力的机会 关队员想拉没拉倒 再进行一次人球分过 守球 马宁这个时候示意陈证招可以回到场上 所以可维奇还在跟自己队员交流 这件看下没给牌啊 从言歌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方规 可以掏房盘 智智招见车回来 其实这个时候智智招回去之后 他可能也会跟教练组有个沟通 我到底是正常的踢 还是说我回来之后 你也得有一个人回到中场去帮我防一下 对 去到这个时间段 富力可以守一下了 因为有一个球领先优势 时间确实不多 这个时候得拼意志品质 本身天气都很热 你累他也累 开始之后感觉大家抢的还是比较的凶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客队北京中和国安的首发 门将位置是22号杨志 后防线上的后卫从左到右 包括了4号李磊 30号雷腾龙 31号赵和静 以及28号的江涛 那么在中场方面的话 居中是21号奥古斯托 跟5号拉尔夫双外援组合 而两个边落后分别是10号张锡哲和宋伯轩 两位队员 而在封线当中9号索雷亚诺 来搭档15号朱朝庆 朱朝庆的上场主要还是由于巴顿的受伤 所以说史密特在U23年龄段队员 还是做出了一个更换 比赛开始之后 可以看到客场作战的北京公安 还是努力地想去把球权控制住 所以老师刚才说两支球队控球率都不低 尤其是广州复利这一边 所以说谁能够这场比赛 把节奏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可能会踢得更舒服一点 开场之后 看了看两支球队在场上的实际站位 广州复利今天三中位的搭档 还是让李提香去打一个居左的中位 一腾站在中间 黄振宇打到右边 李提香这也是北京国安的老人了 离开北京国安之后 先去了石家庄永昌 后来来了广州复利 这个赛系打的比赛是挺多的 在他们左和右分别是 11号江志鹏和20号唐淼 这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5后位 双后腰的搭档 今天32号陈志昭居左 张弓4号居右 张弓主要是负责防守 那么在前面的三叉戟 是23号卢林 7号扎哈维和9号捡弩 捡弩的位置是打到一个正统的中锋 让卢林居右顶替雷纳迪尼奥的位置 其实我们发现富利阵中的好多队员 他们在场上 尤其是在主帅是斯多伊科维奇的情况之下 位置极为的灵活 没错 之前也尝试让卢林去打到 所谓的中锋的位置 甲9号经常会往回拉 甚至拉回到中圈附近去拿球 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富利他由于阵型的灵活 这个赛季他们的比赛都比较的好看 再加上前面摆着一个极为高效的扎哈维 只要最后几轮 这高拉特同学不要状态爆棚 那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应该是扎哈维 两个人是差了五个球 国安这边的话 逐渐是把自己的阵型有一个前压 但是富利从后场向前想直传 找进攻队员还是被破坏掉 北京国安今天排出的实际站位 除了门将杨智之外 后方线上从左之右分别是4号李磊 31号赵和静 30号雷腾龙和28号江涛 今天赵和静是顶屁四黄亭赛的 于阳出现在了居左的中位的位置上 主要还是负责保护 中场的双后腰是五号拉尔夫 大21号古斯托 在他身前 其实今天打前腰的是宋伯轩 应该是出现在中路 而在攻击线上23号卢林 7号扎哈维以及9号吉安努 是联美出场 具体也是要看一看福利在攻防的时候 他们的阵型如何去进行变化 开始之后感觉大家抢的还是比较的凶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客队北京中和国安的首发 门将位置是22号杨智 后防线上的后卫从左到右 包括了4号李磊 30号雷腾龙 31号赵和静 以及28号的江涛 那么在中场方面的话 居中是21号奥古斯托 跟5号拉尔夫双外援组合 而两个边落后分别是10号张希哲 和宋伯轩两位队员 而在封线当中 9号索利亚诺来搭档15号朱朝庆 朱朝庆的上场 主要还是由于巴顿的受伤 所以和史密特在U23年龄段 队员还是做出了一个更换 比赛开始之后 可以看到客场作战的北京公安 还是努力的想去把球权控制住 所以老师刚才说两支球队 控球率都不低 尤其是广州福利这一边 所以说谁能够这场比赛 把节奏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可能会踢得更舒服一点 开场之后 看了看两支球队在场上的实际站位 广州福利今天三中位的搭档 还是让李提香去打一个居左的中位 一腾站在中间 黄振宇打到右边 李提香这也是北京国安的老人了 离开北京国安之后 先去了石家庄永昌 后来来到广州福利 这个赛系打的比赛是挺多的 在他们左和右分别是11号江志鹏和20号唐淼 这就是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5后位 双后腰的搭档 今天32号陈志昭居左 张弓 4号居右 张弓主要是负责防守 那么在前面的三叉戟 是23号卢林 7号扎哈维和9号坚弩 坚弩的位置是打到一个正统的中锋 让卢林居右顶替雷纳迪尼奥的位置 其实我们发现富利阵中的好多队员 他们在场上 尤其是在主帅斯斯多伊科维奇的情况之下 位置极为的灵活 没错 之前也尝试让卢林去打到 所谓的中锋的位置 甲9号经常会往回拉 甚至拉回到中圈附近去拿球 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富利他由于阵型的灵活 这个赛季他们的比赛都比较的好看 再加上前面摆着一个极为高效的扎哈维 只要最后几轮 这高拉特同学不要状态爆棚 那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应该是扎哈维 两个人是差了五个球 国安这边的话 逐渐是把自己的阵型有一个前压 但是富利从后场向前想直传 找进攻队员还是被破坏掉 北京国安呢 今天排出的实际站位 除了门将杨志之外 后防线上从左之右 分别是4号李磊 31号赵和静 30号雷腾龙和28号江涛 今天赵和静是顶替四皇停赛 一剩的两个难度 吕鹏也是一个被 算得上被时代耽误的球员 因为当时在大连失德 解散之后就面临 和平到阿尔滨之后的名额问题 所以那年呢 再加上有些伤病 没能进入到那个转回名单 所以有一年基本就耽误了 我们说这职业球员啊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职业生涯 珍贵的程度 真的是按场次来算的 对啊 是一场一场的 你别说一年一年 怎么去耽误呢 给到进去里 这球竟然停下来了 但是张哈维第二下球在干扰之下比较遇远 没有办法控制住 国安的反击 有三个传球点 选择找最远端 落点还是比较不错 五名富力的队员赶快来防守 奥斯托 自己打了 这是一季贴地战 两边的门将今天状态都很好 是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失误 进攻呢 双方拉开之后打得都非常流畅 大量的一脚出球 阿尔夫跟队友做了一次短传配合之后 把球交给索利亚诺 到中路的传球 被防守队员识破 小船 小指的把球分到右边 其实左边又空了 这一次富力队员识想把球往中间去传 一大宝 球已经好久没有落地了 大家都是出球 都是投球 江涛到中路 这一让看出陈志招个人的这种脚法了 太细腻了 这是一个提边风的队员该有的脚法 这个球处理可以看出国安的队员还是太紧张 是 赵和静太紧张了 赵和静 空荡来了 坐脚推 球进了 不约位 这就是赵和静刚才的位置 导致整个国安的后方都处在一个很紧张很慌乱 没有不好准备的状态 没错 这边的话 江志鹏 江志鹏是怎么去到那个位置的 一会我们看看 江志鹏可能真的是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 是有点扎哈维的进球 还是扎哈维的进球 现场的导锅镜头切给了 第一时间切给了相识 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安的李提香的旧相识 现在都不大认识李提香 说小伙子来复利 现在真是 这几个赛季不见球 现在球风变这样了 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不是这么踢球的 这索里亚诺的传递 脚跟再磕一下 张细哲有点想当然 那个位置有队友的接应 我们可以看看国安的这种前场的低强 哈维的个人实力已经很强了 他刚才是脚后跟一颗 算是半百多赵和静 但拉尔夫这边直接过来回收保护 相信上一场唐淼被穆比亚放倒之后 其实那会儿特别痛苦 对于上来诊断了很长时间 最后决定给他打上绷带 接着提比赛 又打了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还是有点那么一拳一拐的 但是他努力地表现出来 不想让大家看出来那个状态 就是这种特别能拼的球员吧 有的时候是好事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很多的球员都是被这种强忍着踢的伤病 最后把这些成牙磨毁了 过去一直强调的就是咬牙坚持 精神 精神 意志力 对 现在我们也该强调强调科学 主要还是得科学和人性化 首先人不是机器 就算是机器还不能说这么硬顶着网上用 前场今天这防守 上半场开始到这段时间真的不错 这一张网很敢往前扑 而且扑起来的 现在看防守效率打得还挺好 刚刚那次摆脱应该是吉安弩 扎韦是在左边路 不过现在来看 如果富力长时间要打反击的话 先看打马 这角射门 从我们这个角度直到球出底线之前 他都很像是要进的样子 是 稍稍没有压住张机车 往前带的时候 发现眼前没有人 距离自己的张弓 大概还有六七个身位的距离 这球感觉陈月磊应该是拿手套蹭了一下 对 张月磊很潇洒 这个球是拿自己的右膝膝盖 把球向前顿一下 调整一个节奏 就像狙击步枪瞄准一样 右边的角球再开起来 第一点是国安的队员抢到 但是并没有把球压住 李磊去抢了前点 李磊今天是他中超的白场 确实当时从海力风轻训出身 挣脱出了 现在看来是挣脱出了一个不该呆的地方 一步步打出来 一直到现在成为一个裹脚级别的编后位 而且他这种球员 当他跟苏利亚诺组成现在这个搭档 有可能宋伯轩的主力位置就有点难了 现在对于弗力队来说的话 他们需要调整一下思路 机会更多 他们现在比分是平局 直接选择低射 踢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来自扎哈维的射门 转过来 中和关的反击 这一下汤球汤大了 伊藤的上抢时间数 是 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找找这个竞打时间来看 这场比赛竞打应该是挺长的 因为两支技术细腻的球队相遇 是 还想过 索莱亚诺进球之后 感觉个人的自信心是起来了 具有很强的自主进攻 一是这一下的成本 落点极好 扎尾角度很小 调整一下 选择自己打门 这个球 看看扎尾两个队友 好急 虽然说你是最佳射手的 我这机会却更好 扎尾刚才有点 确实太想进球了 有更多的好的方式去处理 这也是他平时能做到的 现在上吕鹏 上吕鹏下宋伯轩 那就是要解放奥古斯托 要保证中场的一个活力 是 吕鹏也是一个在后腰位置上很能跑的球员 所以柯维奇解答了我刚刚的问题 舍不舍得换吉安弄 舍得很 舍得很 我需要前场的冲击力 其实刚刚我们回想扎尾那个球 如果那个球他刚刚那么样去选择 球依然进了 我们怎么评价 难道是神了 但是如果不进了 真的是欠一点合力 因为即便那个球进了 我们想我们可能都会说 扎尾其实可以传 可以传这个人 可以传那位球员 但是他选择自己打门 结果球还进了 但实际上的话 可能扎尾还是要调整一下心态 以及跟队友之间的配合 这下船的有一些短 比分出现一个平举 负力的队员 整体阵型退的还是比较的靠后 手里弄我 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吗 这两个真的是非常的拼 就转移到左路 复利这边需要把阵型及时散开 有一个防守上的压力 张继哲球并没有领好 凌空向前的扫船 肖智由于下半场刚上场 这时候他的体能还算是不错 对 这两边的 各三个环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现在只能靠场上这些全拼了 踢完这场比赛的话 联赛还有最后的几轮 两支球队分出胜负的话 落后一方的国安就很难了 先看这条大门 踢在防守队员的身上 真敢带啊 这是容易 离着老远看 不看号码 不看人也知道 这应该不是一个后卫 后卫在这个位置不敢这么带 第二个抽筋 陈志招 富力两名中场中路的队员 是 想想他们得跑多少 而且再加上尤其是陈志招 他本身还不是一个防守起家的队员 对 但是战术要求呢 你不可能去一味的只是站住不动 因为中路只有两个人很担保 你选择踢一个三四三的阵型 全们的球衣啊 踢到这个时间看 全都是贴在身上了 广州的天气富裕的这场比赛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陈志招 反正下来压压腿还得上 也得上 一拳一拐 也得往中间去站着 没错 也不年轻了 29了 差点把球停丢了 奥斯托跟江涛两个人在右边路的连续传递 踩个单车 这一次马宁并没有响哨 这是复利的机会 国安队员想拉没拉倒 再进行一次人球分过 守球 马宁这个时候示意陈志招可以回到场上 所以科威奇还在跟自己队员交流 作为李奇强来说 他在场上的任务就是执行主教练的一个战术思路 主教练告诉你这场你的定位 你该下脚的就得下脚 没错 史密特 史密特不太理解 就是面对这样的犯规 第一是你怎么能这么去做动作 第二是为什么马宁没有响哨 宋伯轩今天过生日应该是28岁 89年的球员 其实想想曾经的小将宋伯轩 今年都已经28了 因为过往我们当这个名字 一开始映入我们眼帘的时候 都是跟这冯仁亮一块并着一块出来的 两个人原来都是天津火之头 宋伯轩后来就上海生花 两个人都在上海生花梯 当时宋伯轩还在打右边后卫 在生花算是大方异彩 这两个人 打着打着发现小伙儿进攻能力好强 往前走吧 越踢越靠近 欧斯托 北京公安的进攻双合 奥克斯托和张希哲 两个人之间刚刚并没有进行传递 这是张希哲 这球给的还想法特别的不错 三名富丽的方向队员 在一起才勉强把这个球给 线路给封住 你看刚才一丢球之后 北京公安这几个球员 马上这个小绿圈就往中间凑上去了 张希哲 强行的船中为自己的球队赢得了一次角球 尤其是上半场 这可能对于广州福利 是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 因为体能对于北京公安 又是最好的时候 新天又是最足的时候 说要是像平时一样 把这个球慢慢地空过半场 到进攻端 现在看起来这20分钟很难 这20分钟的比赛 富丽这边打的更多的是一些机会球 先看看这个角球 谁都没有抢着 球权给到富丽这边 这也体现出两支球队 我们赛前说的两队的风格的不一样 但是中华国安这边一定要想清楚 富丽看上去略显散漫 靠所谓的人数防守堆积在后面 摆好阵型防 但是他们前场有天赋的队员太多了 一个反击一打到张哈维跟吉安努 包括卢林三个人做一点连线 可能一次很成熟的反击就打出来了 今天能瞄着的也就是国安的身后 就是说瞄着国安的身后 但今天阅位多的却是北京国安 两次阅位 传中 应该说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 中华国安肯定是要赶紧抓起一个机会 抢一个开局 而实时证明这一次 索利亚诺连停带打 带打再到船 一气呵成 今天过生日的宋伯轩 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的生日快乐 这球没顶尽 所以如果真是看这一场比赛 北京中国国安获得的机会一点都不少 而且很多都是靠真地进攻完成的 只是怎么说的 运气还是很重要 反复再说运气很重要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和球场的金色座椅带来的加成有关 反正我觉得跟上一场很多场景一样 尤其今天孙伯轩 确实把握机会的能力有点可惜 对应的就是我们得看 富利的队员把握机会能力好强 包括像扎哈维 这是国安队扳平比分那个请求 我们说这是在余大宝换上场之后 国安的进攻思路调整了富利的应对 应对不好 因为余大宝不同于 助手请两个人特点或者说实力 还是有一定区分的 余大宝坐桥解放了自己的风险队友 风险队友套边拿到球之后 面对状态很好的成员 选择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挑射 也是帮助国安一度看到了在客场拿分的希望 而转过来就是这一次 这个镜头给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其实如果真正这个球的原因是之前 孙伟老师也说了赵和静那一点的问题 可能就是一瞬之间头脑想的简单了 没把球跟杨志俩是捣捣清楚 在随意的向前处理球就造成了问题 所以刚才这一下能看到赵和静 他确实是在朝着扎哈维这个方向跑的 但是眼看着扎哈维他过不去了 就是身体已经 体能已经不行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把他换下去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在这么早的时候体能就出现了状况 对 其实我们说一说中和国安的话 这个赛季 应该说这支球队经历了一个大落大棋 到现在又有出现了一个 现在感觉像是一个适应棋 或者一个很胶着的一个阶段 大落因为一开始球队在换到和赛之后 可能成绩不是很好 施密特来了一段甜蜜期 但现在又得琢磨琢磨 因为好像其他球队对于施密特这个打法 或者对于北京中和国安 现在并不是像施密特刚来的时候那么的惧怕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的一个技术统计 通过数据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哎呦 过百了 过百了 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10个人跑了100公里 是 弗里这边少跑了5公里 我们说更多的时候 可能是占据进攻主导一方的队员可以少跑 是 但是这场比赛 孙小老师占据进攻主导的球队跑的更多 张海维两个人是差了5个球 来 国安这边的话 逐渐是把自己的阵型有一个前压 但是富丽从后场向前想直传 找进攻队员还是被破坏掉 北京国安今天排出的实际站位 除了门将杨智之外 后防线上从左之右分别是4号李磊 31号赵和静 30号雷腾龙和28号江涛 今天赵和静是顶替四皇庭赛的于扬 出现在了居左的中位的位置上 主要还是负责保护 中场的双后腰是五号拉尔夫 打21号古斯托 在他身前其实今天打前腰的是宋伯轩 宋伯轩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靠中间一点 刚才拿球被断掉 这个有点像当时打天津全剑的时候 也是尝试让孙伯轩去打一个前腰的位置 攻击性前腰 对 实际上也是解放他的防守的任务 张希泽还是更偏左一点 右边是15号猪超镜 顶在前面的单箭头9号孙利亚诺 这将于是对孙明特这场比赛 是对于宋伯轩他的一个个人位置的一个微调 来实现一种新的战术 一位 球队的左边后卫 这一次后场的防守的话还是比较成功 但是向前的输送球的话 落点不是很清楚 这是国安的真地进攻 直接选择场上 这球给漏过来了 推射 打门 看球员的表情 边才应该是举棋了 先越位了 但是这个球我想无论跃位与否 复利在禁区之内的防守队员 出现了一个略显业余的对球高度判断不足的情况 这一下 当然镜头应该再往前一点才应该是停下来的那一针 宋伯轩我估计进完球之后已经想好 生日的清除动作 处女座的宋伯轩 包括受伤的巴顿 都是今天生日 要进球的话 我们得就是说一下宋伯轩生日快乐 刚才算进了半个 因为这个是不是越位 慢动作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定格的一瞬间 正准备做清除动作 你给我拦下来 看来今天考场作战的国安 对于这场比赛获胜的欲望还是挺强的 张宁仁这边是向左边看向右船 自己的头部还有一个假动作 要给到左边 就是拉到左边去拿球的朱朝庆 又是一个越位 今天比赛开始之后 属于弗利这半场的编才格外的抢劲 刚才那两次其实都得提醒李提香 因为今天他在的这个位置 恐怕会受到比前几场更多的冲击 之前他打到后腰的时候 功能顶替的是上个赛季的汪松 因为李提香的长传能力不错 自从改成金色之后成绩确实好 成绩应该是六场 主场六场各项赛事不败 刷了金色之后球队不输球了 对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我们这个中超转播方 他给出每名球员拿到的黄牌的数量 无论是刚刚的中国国安还是现在广州复利 清一色的首华名单 每个人身上不带张黄牌 你都不好意思上场 主要是数起来 离着电视远的有点困难 这边的话 替补阵容有一个小小的情况 之前孙老师也发现了 北京国安今天只带了六个替补 问了问在前方的同行 据说是因为伤病太严重了 确实没人可用 但是原来的理解 就说即使在山我带几个年轻球员过来把这空补上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情况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 就是说从北京飞去广州的中和国安的队员 一共也就17个 是 报上的话应该是也不碍事 反正踢得了踢不了 有这么一个资格不用也就浪费 没错 今天中国国安这边的安排挺奇怪的 没场比赛只能换三个人 所以带了六个 激发你的冠军实力 海菲斯邀您共赏中超联赛 这两次球队门将也很有意思 分别代表着北京和广州 但是他们的家乡正好反过来 这边的裁判的一声哨响 PV体育为您带来的一期赛季中超联赛 第25轮广州福利 出场对上中和国安 北京中和国安的上半场比赛 是正式开始 上半场当中的广州福利 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而客队北京中和国安 是从右向左攻 本场比赛的陈文杰说 由孙磊老师和我梁湘宇 为大家带来 比赛开始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焦点的镜头 还是赶紧给大家来说一说 两阵球队今天的一个首发阵容 我们先来看看主队 广州福利这边 门将位置是1号乘越垒 后防线上的三后卫 35号李提湘 18号义腾 和36号的黄振宇 大家都知道 斯里科维奇还是比较惯用 一个三后卫 三中卫的一个战术 在中场方面的话 我们今天要看一看 具体是一个四中场 还是五中场 这可能取决于卢林 他的一个战位 是不是足够靠前 左右两个边 一位11号江志鹏 跟20号唐鸟 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 在中间方面的 4号张弓 32号陈志昭 应该是出现在中路 而在攻击线上 23号卢林 7号扎尉 以及9号吉安努 是联美出场 具体也是要看一看 富丽在攻防的时候 他们的阵型 如何去进行变化 开始之后 感觉大家抢的 还是比较的凶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客队 北京中和国安的首发 门将位置是22号杨志 后防线上的后卫 从左到右 包括了4号李磊 但是反过来 要看北京国安的这边 刚才这一下杨志 跟赵和静两个人 抢到同一个点上 所以两个人起身之后 也有个沟通 说看看到底 刚才是谁的问题 比达宝刚刚上场之后 跟队友之间的一次配合 这一下 索利亚诺被放倒在地 逆腾 想想复利的这三中卫打法 挺不容易的 上赛季当时还在打的是 于昂张耀昆 黄振宇是下半赛季才打上的 现在到了这个赛季 换人 一腾 江一红 黄振宇变成挑大量的人物 但是这个比较还能维持 思路基本上也都换了 然后你人也换得差很多了 落点不是特别的好 如林把球拿住 直接摔倒在地 如林这名队员也是广州当地的足球明星 对 这个队员在广州当地的人气是极高的 毕竟是广州人 对 而且符合广州粉丝的一贯的审美 不佳 中间的点 这一下赵和敬这是他上抢的一个优势 他的特点能体现出来 他喜欢干这种活 看看富丽这次把球调到右边 长个秒 看了一下队友 传中落点 扬至出击 将球没收 现在北京国安这边的进攻啊 控球已经不像上半场那么有耐心了 其实之前也在想说 上半场如果控球 北京国安是主动的控球去拆广州福利的防守 但是下半场就在落后的情况下 要再继续控球的话 悬内心当中会有一点被动的感觉 可能这样的被动的感觉 就会让在进攻的时候控球变得不太稳起来 心态失衡之后 有可能会变成往两个进去打 节奏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前夕 身体的接触 吹了李磊的一次犯规 这场比赛提到目前为止 所以老师是不是感觉这个趋势 稍微这个风有点转过来吹了 比赛开始之后呢 国安给我们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种拼抢 但是最近这十分钟 福利这个进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反击打得越来越心有成熟了 这是不是体能 国安的第一个极限快到了呢 其实体能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的权来说问题不大 虽然是在广州比赛啊 这个在广州比赛总是特别的苛刻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 之前在德国的这段时间的拉链 还是比较成型的 就是真的是在赛季中 让球员的体能又往上稍微走点 这个机会 吹了刚才危险动作 所以主要是 国安在维持自己打法的时候 他毕竟不是德国球队 毕竟是依靠着中国的球员去打德国式的足球 风险还是很大的 广州复利的反击 这几个人大家也都知道 能力很强 就是不同的风格 相互刻 而且复利队员 他们今天有一种适应了国安的节奏之后 开始会打反击 一开始的话 复利队员有点懵 我们先回过来 看看你国安到底想干嘛 明白你的路数跟套路之后 几次反击打的是有模有样 复利过去是很怕被打反击的 那既然你要空球 好啊 反正我不用切腹之痛 我打你的反击 这一次精心战术 演练下的地位球打破 这个角度看上去又好像囚禁了 是张希哲的打门 但是说今天脚锋还是比较不错的 应该是李磊 因为我在想张希哲怎么会左脚 有这么样一脚爆射 这个配合挺有意思 你看从德国回来之后 北京国安这两场比赛 都有一些很有趣的定位球布置 看来是下了不少功 研究了 只是运气一直都不太好 可是几个平时可能不踢球的时候 就这样琢磨 我们这定位球以后玩出点花样来 对 其实就是抛开成绩 不是说当一支球队开始有这些小花活 出现在场子的时候说明团队气氛是挺好的 不禁想起来 说起德国想起来 以前在事业杯的时候 德国一发定位球 那就是看戏一样 只有你拥有像托马斯穆勒这样的球员 他才能甘心地为球队做一些傻事 来吸引对方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刚刚李磊这条打门 包括之前张希哲的射门尝试的话 证明国安今天他们在远射上面的话 有这种之前的考虑打算 有这个方向 但是准心还需要再提高 这是江志鹏和江涛两个人之间速度的对标 斯多伊科维奇在赛前所说的 不同理念之间的碰撞就是在这 因为广州福利是要从后场一直控到前场的 但是北京国安在前场的反响会比福利要凶得多 这也是史密特上任之后给球队做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前场大家就放心大胆地去抢 如果谁没有出现在你的后边 当你抢上去没抢下来 去替你补漏的话 那是后头的人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团队足球 平时先把体能练好 先把足球比赛的积极性给保证 没错 刚才这墙也是一环接着一环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站位 国安的站位感觉宋柏圈又回到了右边 朱朝庆又踢到了一个类似于攻击性前腰的位置 当然之前朱朝庆也拉到过左边 可能中央公安这边今天的首发前场的站位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这下连续的过人 唐淼向左送出的传球 给了一个提前量 落点还是比较的不错 中路吉安努在等着包抄 刚刚这一次是左右两个边一位之间的呼应 唐淼和江志鹏两个人 江志鹏刚才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到三角传回来 岳兄山体育场是我印象当中里中超赛场里面转播机位比较靠上的一座球场 看这座球场转播机位的球的时候经常有种看英超的感觉 因为摄像机极高 俯视 往下 这个视角其实对于球迷来说也特别方便去看一看球员在场上的站位 是 本身就是挖身而建 看台特别陡 虽然能容纳的球迷不太多 一万八 但是基本就算是一个专业的足球场 没错 直接选择上门尝试 并没有命中到门框范围之内 这场比赛的主台办是江苏这边的马宁 江苏鹏广州富丽的队长也是裹脚的左边后卫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竞争位置 北京国安的左后卫李磊也是可以入选到国家队了 未来的可能几年当中这两个人在国字号的球队当中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 看这大全景镜头 除了两个门匠之外 所有人都被包进来了 向下扣得特别狠 又是长城转移 这次是张宫的转移 这个落点稍稍靠前了一点 现在面对北京国安不停地向上逼抢的时候 广州富丽的打法 只能是通过把整个的队形拉开 尽量的占据空间 然后刚才说李磊中超白场 其实陈指导今天也是中超白场 又是白场 又是面对老东家北京国安能在这个时候进球 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值得庆祝的 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场比赛 这个球第一下上响 直接这个飞铲略显的鲁莽了一下 第一下应该是江涛铲的 最后一直是赵和静在跟 赵和静在追 整个的防线 右边后卫江涛是完全没回来 雷腾总离开自己这个位置之后 也来不及再回去了 先来看一看国安这次前场的进攻 在丢球之后 球队该怎么去面对场上的一个形势 AO史密斯143周年创新精品 百年品质跨界创新 上马上比赛马上就是30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国安的队员 他们在进行这场课场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个局势自己会先丢球 因为我相信国安今天踢法队员们是带着极度的自信 在场上课场这么去抢的 没错 而且我们之前聊过一件事情 跟孙老师 就是这两支球队 对于亚冠的渴望程度 如果非要分出一个高低来说 谁可能会更高一点 我个人真的是感觉可能国安的队员会更高一些 富丽给人的先看看这次 但是你要说要进下冠肯定有谁都想进 谁不想进下冠 富丽这支球队一直表现出的这种气质 有点接近于禁欲系 就是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 包括斯多维克维奇在你看他在每次发布会的时候 伤病的情况他随口就说想不想赢 富丽是一支很潇洒的球队 对 很潇洒 对 所以包括整个球队的人员配置 可能到下个赛季真的需要去打压惯 也有点不足 他这种潇洒球队有时候挺可怕的 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一般来说这个武林里的高手都得有这种潇洒的气质 而国安队员的话 我感觉在施密特接手之后 人人都变成了战士 大家都是战士 来看传中投球 就是扎哈维 张汉维这场比赛获得的直接能够考验杨志的机会不多 但是这一点露出来之后要给国安的队员们提个醒 当张汉维在禁区内 无论他以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出到批球的时候 请参考一下他前面24个进球 你的防守需要格外的注意 其实这个球两名国安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最好的位置让给扎哈维了 这有点不大应该 今天国安的这个双中卫搭档还是让赵和静直接顶于扬去居左 让雷腾龙打到自己更喜欢的位置 因为雷腾龙是很喜欢上场的 于尔 那是国安阵中最强的张志明 今天已经没有机会出场了 有机会 唐淼真是能拼 其实刚才的这一下给肖志他的任务就结束了 还是强行想要自己来 三分钟的补食时间 下半场比赛虽然节奏不如上半场那么快 由于球员的体能原因 但依然很流畅 将是我们抓紧一切时间 补充一下体能 其实现在想想 这场比赛是不是也正是由于雷纳尔迪尼奥 他不在场上 所以说孙天老师复利采取了一个相对保守一点 看上去比较保守的去打国安反击的一个战术 因为他中场可能觉得创造力跟国安有点差距 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是伤病 但是同时他也不一定会变成一件百分之百的坏事 就是借着雷纳尔迪尼奥受伤 借着遇到像北京中国国安这样的对手 那么改变打法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可能如果雷纳尔迪尼奥在场上的话 你这么去改变 他自己会踢的不爽 也说不定 这种踢法我在想雷纳尔迪尼奥可能都要消失了 所以一个好的教练就是在面对任何情况的时候 都能把球队的状态调成在现有的百分之百 现在复理队员需要把节奏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像这一脚向前出球就过于的盲目了 还是往前开 小智把球护一下 倒地再传 球出了边线 最后一分钟 杨智犹豫了几下 可能没有看到特别好的出球点 吹了索利亚诺的一个手球 吹了索利亚诺的一个手球吗 最后的半分钟时间 福利支支球队 他们在游手转弓的时候 这个横长船斜长船打得非常有心得 对 你看平时在训练当中 他们因为你T一个类似于343的阵型的话 你的两个边以为一定要有这种视野的脚法 是 其实在整个中超的技术统计当中 长船的次数 复利是排名后几位的 很少有长船 包括从上个赛季当时只给汪松开了这么一个许可 就是中场的调度只允许你长船 其他人基本都是短船 但是到这个赛季尤其是这场面对北京中和国安的比赛当中 需要更多的长船来回避国安的凤凰逼抢 就是为数不多的 斯多伊科维奇在主动的改变球队的一些细节战术 这球拉尔夫停的不好 其实队友传的力量有点太大了 有点跳 不好听 这是张细哲 中路 奥克斯托 尼大宝再向前跑 选择分到左边路 犹豫了一下 强行在船 还有机会 倒三角 倒三角前面一点应该是尼大宝让了一下 在另外一个线路上就是福利的防守队员 哇 叶鼠柜 踩了个单车 还过了个小门 年轻队员 脚底下的活很细 自信心很强 之前福利这几个边锋都够猛的 几个年轻人像叶手贵包括这个赛期租界到贵州黄峰制成的常菲亚 这也是个人能力非常出色的 以及今天在替补鞋上的增超还有上赛期打得更多的宁安 这几个人出现在同一支球队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浪费的 黄正宇应该是体能扛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被迫换人还是得上江基红 双方今天在后几个换人中都体现了一种由于比赛实时的一些考虑的一些更为稳妥的换人选择 之前我们也说过像黄正宇这样的队员 一个他一个北京中央国安的巴顿 这可是今年这U23里面表现极为出色 对很多时候属于球队离不开的U23队员了 黄正宇说去年突然冒出来 之前还是个广州五中的学生 这个机会拉开距离打 踏尾球转移到左路 江志鹏内切 低脚打门太着急了 反而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北京中央国安市区球权 刚才这段如果不是广州福利打得太着急的话 这球权能空一会儿 这边的进攻 余大宝上来之后的位置还是更靠近中路 想把它当做一个中锋啊 当做墙一样往中间敲 笑还是响了 是不是中间有变相给了一个角球 的确这下送的时候扎为不约位 最后虽然是一对二的情况 还是完成了射门 要不是杨志 要不是杨志 杨志今天状态确实是好 刚刚这个球可以看出 张哈维个人的 他个人能力的体现是比较的极致啊 其实前面就他这一个点 但球就是传到了 而且就造成了威胁 杨志 如孙老师所说 杨志今天个人的状态 应该是给很多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后 恶意批评他的人 给了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回应 是 但是现在的话整体场上杨志状态再好 杨志不是去帮助北京国安 拿分进这个得分的一个队员啊 场上的形势还是需要把自己 国安这边的进攻给改善了 但福利现在我们看每一次进攻打的都特别的有威胁 而且呢现在人员调整的话 斯特科维奇也是留着后手 对 现在对于北京国安这边来说呢 替补齐上有进攻能力的金太炎和张志明 尤其张志明呢 个人一对一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现在需要的就是像看到拉尔夫这样要调整心态 刚才还在说这个越着急越没法控球 越没法控球越难去打进攻 转移过来 吉安努打了 哇 杨志深 无论是拿球感觉前场忽左忽右 还是往回撤 回来拿球都是索利亚诺 是 现在在整个的前场 按理说攻击四人组是 宋布轩文张奇哲 朱朝靖加上索利亚诺 但是这个四人组 朱朝靖明显是要弱一点 就是当一对一的时候 没有绝对能力过人 刚说着这边要换人了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朱朝靖 一大宝准备上场 这下原地转了一圈 还是摆脱了国安队员的防守 陈志招 脚下的活很细 毕竟是进攻队员出身 只是不知道陈志招 自己愿不愿意踢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对于他 包括对于卢林来说 让这些进攻手去踢后腰 肯定刚开始都不舒服 卢林自己也说说 最开始主角带让他踢的时候 他是抗拒的 但是随着成绩越来越好 随着整个的战术要求 变得越来越熟悉 是慢慢会接受的 今天陈志招进这球 是这个赛季第一个球 在进攻端 他的作用现在相对要小一点 但是他在弗力进攻的时候 前几点的接应很好 这是弗力的进攻 左边路是有个空档 这是谁啊 怎么闷着头带球 还有第二点 右边再来 三点的包抄 船中落点 进行阵队有三名弗力队员 结果就点到了国安唯一一个防守队员 进行外再进行射门尝试 这叫射门打得不是特别好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扎哈维 最近正好苏宁易购的牛奶 在搞199-60的活动 建议扎哈维同学 可以买点牛奶 补补盖了 下场比赛刚刚开始了 五分钟的时间 应该说双方创造的机会 我大概感觉得有上半场 二十分钟的总和一样多了 现在就是杰安努呢 在球队当中 他的感觉有点 不太能跟得上节奏 杰安努是在这个赛季 除了第六第七两轮打了比赛之外 一直就没机会了 在这个赛季外援的政策变了之后 轮不到他上场 对 而且在中锋的位置上有萧志 今天让萧志打替补 但估计还是有机会要上的 他现在感觉福利队员 自己本身的状态 整体的状态应该比较不错 所以说色衣科技还可以边看着 然后再变换 他不着急 等到65分钟都没关系 他先看看 比如说余大宝上来之后怎么样 才进行调整 助招性下场 余大宝上场 这也是我们 反击连着一个反击 现在广州福利想的已经很清楚了 除了前途这两个人 剩下的所有的队员 都基本留在自己的30米区域内阵地防守 今天斯多伊科维奇 这是打变样 继续反击 吉安努今天的这个踢法 不一定能够坚持到全场 跟球队磨合呢 还是有问题 而且如果要是说坚持打反击的话 替补席上叶楚贵 曾超 这两个人可能比他更适合 扎哈伟 球转移到左路 江志鹏内切 地角打门太着急了 反而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北京政府官失去球权 刚才这段如果不是广州福利打得太着急的话 这球权能空一会儿 女大宝上来之后的位置还是更靠近中路 想把他当做一个中锋啊 当做墙一样往中间敲 笑还是响了 是不是中间有变相给了一个角球 的确这下送的时候扎哈伟不约位 最后虽然是一对二的情况 还是完成了射门 要不是杨志 要不是杨志 是杨志